第一章 穿越了 咚咚咚 屋外 敲门声响了几下 诚诚 妈给你煮了白粥 煎了鸡蛋 还买了你最喜欢的生煎包 晚上你哥哥姐姐回来 妈去供销社抢点肉 晚上给你们做红烧肉 你自己起来把早饭吃了 收拾收拾 晒晒太阳 别闹脾气了呀 没有回答 屋外的人等了片刻 脚步声才远去了 屋内 陆西成躺在床上 他刚刚想说什么 但是怕露馅 他没敢开口 只是盯着床顶上挂下来的小星星 装饰发呆 他好歹看过一些父母爱情 平凡的世界等之类的剧 这屋里的装修明显是上个世纪的风格 陆西成坐起来 环顾卧室一圈 朝南的房间很宽敞明亮 粉色小碎花的窗帘和床单是同色 窗下是一个书桌 上面还有一个老式台灯 复古气息浓厚 他睡的床是一张类似波步床样式的 当然没有那么精致 雕花什么的都没有 只是床的四周有柱子 记着纹杖 上面有个顶 床沿半圈有栏杆 床下还有个脚踏 放着他的拖鞋 床对面是一个圆木色衣柜 旁边还有一个铜色的小柜子 陆西成叫不出名字 难得的是 屋里居然还有一面穿衣镜 陆西成穿上拖鞋走到镜子前 里面的女孩穿着一件白色睡衣 长长的头发披散着 整个人笼罩在一片阴郁的情绪中 陆西成觉得怪怪的 这张脸和他21世纪的脸很像 只是怎么看怎么违和 他以前是活泼明艳的 可这小姑娘却是沉闷得很 像穷妖剧里的小白花 爱爱怨怨的 他不喜欢 陆西成两个黑眼珠上翻 只留下眼白 嘴巴张大 舌头伸出下搭 冲镜子做了一个吊死鬼的鬼脸表情 嗯 这感觉对了 可是 好端端的 他为什么穿到这个身体里来了 穿越重生啥的 不都是那些人生有遗憾的人才会遇到的吗 他完全没有娃 他每天吃妈妈香 身体被绑 陆西成没想明白 肚子就咕噜噜叫起来 他走出房间 家里安安静静的 除了他 一个人也没有 说话和走动的声响 墙上的老实挂中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 7点20分 进门处还有一本日历 陆西成冲过去 瞪大眼睛 1971年9月3日 果然 老天带他不薄啊 没把他送到战争年代 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陆家的客厅不大 墙壁刷成了白色 墙上挂着几个装表过的奖状 还有一大块木头玻璃矿 里面塞了几张全家福照片 哦 还有一个大大的主席头像 陆西成一张张照片看过去 最老的是年轻的夫妻二人照 后来有了孩子 孩子从一个到四个 年轻的夫妻也成了中年的夫妻 在后面的照片里出现了他们的孙辈 还有两个上了年纪的老人 陆西成摸摸其中一张照片里 六七岁小姑娘的脸是他小时候的样子呢 客厅餐桌是长方形 围着一圈靠背椅 边上是一个一米多高的餐边柜 上面铺了一块白色蕾丝布 在上面是托盘和七八个白瓷茶杯 对面还有一个比他人高的柜子 玻璃橱窗的 柜子里隐约能看到放了一些瓶瓶罐罐 餐桌对面还有一张方形的小茶几和两个墨绿色的皮质沙发 茶几上放了一台收音机 其实陆家的客厅并不小 只是在陆西成看来小而已 在当下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 陆西成没再去其他房间看 他简单洗漱了一下 坐到桌前吃饭 大米粥熬得浓稠 上面一层厚厚的粥油锁住了热量 陆西成喝了两口就感觉胃里舒服多了 荷包蛋边缘焦焦的 中间嫩嫩的 滴了一点点酱油 格外香 四个生煎包也好吃 虽然不是纯肉馅 但咬一口就爆汁 还好放凉了一些 再就着陆妈妈自己腌的酱菜 陆西成把桌上早餐全部吃完了 摸着小肚子满足的叹气 园主是为啥死的 气死的 想不到吧 陆西成也想不到 还真有人年纪轻轻能把自己气死 气死自己就算了 还害他莫名其妙穿了过来 他接收到的记忆并不全 只知道园主每天都很苦闷 后来家里安排他下乡 他不乐意 就每天生气啊生气 最后把自己气死了 从他零星的记忆里 园主苦闷的原因就是觉得家里人更重视哥哥姐姐弟弟 不喜欢他 比如远在南方当兵的小叔 每次寄东西回来都会给弟弟寄鞋子 而给他寄小裙子 他也想要鞋子 就憋在心里不说 当然小裙子他也喜欢 可是又眼红弟弟的心血 再比如 以前家里顿鸡 鸡腿都是他和弟弟的 后来哥哥姐姐结婚 有了孩子 鸡腿就分给了他的小辈 他又不高兴了 每次吃饭都搭捺着脸 诸如此类的事情 陆西成有些无语 这都算啥事啊 他在现代也是有点小任性的性格 但不会和小孩子抢吃的 当然也没有小孩子分他的吃的 陆家夫妻共养育了四个子女 大儿子陆东青 大女儿陆南飞 小儿子陆北继和小女儿陆西成是龙凤胎 哪怕以几十年后的眼光来看 陆家夫妻在儿女的取名上也是很用心的 远主今年高中毕业 他办理女生都叫什么梅阿翠阿的 陆西成想着 难道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同名同姓 所以把他扔来这儿了 那全国同名同姓的多了去吧 凭什么是他呀 不理解 陆富是护士机械厂的高级工程师和副厂长 工程师在前 因为他是那个万人大厂里技术最好的工程人员 每个月拿的是最高的八级工资 再加上副厂长的补贴 加起来有近两百块 绝对的高收入人群 陆母是护士棉房厂的生产主任 工资每个月有73元 割普通家庭 全家人赚的估计还没这个钱多 大哥陆东青从小跟着父亲耳濡目染 现在是机械厂的一名技术工人 妻子在百货商店当售货员 结婚三年后常理给分配了个小房子 有时候就不回家吃饭 大姐陆南飞高中毕业后和当时的对象 也是高中同学一起考入了护士铁路局 当然南方家也在铁路局有点关系 要不然这种单位只会内部消化 外人是很难进去的 婚后他们住在铁路局宿舍 空的时候才会回家 小弟陆北继去年满15岁 高中还没毕业呢 就跑去参了军 他从小就崇拜军人 加上爷以前是军人 现在二叔也是当兵的 三舅舅也是当兵的 所以他也去追寻他的军人梦去了 陆母讲素卷三个兄弟 二舅舅在肉连厂工作 大舅舅在乡下种田 两个老人跟着大舅舅过日子 所以三舅每个月都会寄钱票回家 二舅会时不时给家里买些吃的用的 陆家日子宽松 有些多余的票也会给大舅舅留着 而大舅舅种的蔬菜 攒的鸡蛋也会送来城里 陆西城早上吃的鸡蛋就是大舅家送来的 陆父陆国平的父母也都健在 陆爷爷陆奶奶是老革命 陆爷爷曾经级别还不低 参加了好几次重要战役 后来因为年纪大了 身体不好才转到地方上 现在还做着些文质工作 住在政府安排的小院子里 虽然也在护士 但并不与他们一起住 陆奶奶曾经在军区医院做医生 到护士后 他不愿意麻烦地方政府安排 就退休在家照顾丈夫 陆爷爷陆奶奶就生了两个儿子 大儿子就是陆国平 从小爱念书 小儿子陆国安则参了军 40岁的年纪已经是副师长级了 第二章 要下乡 这样一个家庭 按理说陆西成高中毕业后 想要安排个工作并不难 陆父陆母本来也是那么想的 无论机械厂还是棉房厂 总归能把小女儿 放在眼皮子底下看着 虽然小女儿性子古怪 与家里人都不太亲近 但陆父陆母也不指望她多有出息 就安安稳稳的挺好 过两年找个老实的小伙子嫁了 自家条件好 也能多给女儿些补贴 不怕她日子过不下去 陆母生下龙凤胎后 就投入到工作中去 哪怕是全国最困难那几年 家里也没太缺过吃喝 还有乡下的大哥帮衬 毕竟他们这里靠近江南与米之乡 天灾影响不大 可谁知 其他三个孩子都好好的 偏偏小女儿性子越来越怪 天天苦着个脸不高兴的样子 她看了也发愁 夫妻俩本来打算的好好的 可前不久 陆家直接被一封举报信告了 说他们家四个孩子 可没有一个下乡的 这是搞特权阶级 去年下乡政策没有那么严格 可今年开始 各个街道办好像疯了一样 实行强制措施 家里有两个适龄儿女的 必须有一个下乡 否则两个人谁也不能安排工作 而他们家 两个大的已经结婚 肯定不行 小儿子跑去当兵了 唯一能下乡的只剩小女儿 陆母就发愁啊 她家这个姑娘不说下地了 在家连个饭都不会做 这下乡可怎么办啊 可不去又不行 别说街道办会强制把人拖走啥的 就那举报信就是悬在一家人头上的刀 当下阶级斗争还很严重 有多少曾经的将军 干部 教授研究员被吓放了 万一到时候真的有人以此做文章 说他们搞特权 那不仅陆父的工作可能保不住 一大家子可能都会有影响 这样敏感的关头 人人如履薄冰 谁也不敢冒险 陆母下了班 提着菜匆匆往家里走 她怕女儿又在家闹脾气 早饭也不肯吃 而陆西成呢 她吃饱了没出门 出去她人都不认识 洗了碗筷后 在家里转用了几下 陆家因为陆父级别高 分的房子是三十两厅的大房子 这栋楼在机械厂的科研院 专门给工程师 研究人员还有高级干部盖的 盖的时候就很讲究 通水通电不必说 他们家里还有一个浴室 做了个简易花洒 专门可以淋浴的 厨房也有 不过现在没有煤气灶等燃气设备 他们家厨房里放两个煤炉子和一堆煤用来烧煮 楼下还有公用的厨房 大部分人都去那里做 煤票有限 而柴火可以跟乡下人换 两分钱一大捆 对住在这栋楼的人来说不算什么 家里还铺了光滑的地砖 陆母虽然工作忙 但家里还是打扫得干干净净 门口有个鞋柜 进门都要换鞋 陆家并不中男轻女 家里三个卧室 两间朝南 一间朝北 朝南的一间陆父陆母住 还有一间小点的给了陆家两姐妹 兄弟俩就住北面那一间 后来陆南非嫁人后 陆西成就一个人一个卧室 等陆北继也离家了 那间房间就空了出来 陆西成在家转悠一圈后回到卧室 换位思考一下 他也觉得陆父陆母让他下乡的决定是正确的 他占了原主的身体 可没有欠了原主 要替原主圆什么心愿的自觉 又不是他要来的 说不定原主不死 他还好端端的在他的21世纪呢 关他啥事啊 他虽然没有经历过这个年代 但也从家里的老人口里和一些文学作品中 知道这是怎样疯狂的一个年代 活着尚且不易 何必要去挑战一些规则呢 而且从那点记忆中 他觉得陆父陆母也不像不关心这个女儿的样子 只是疏于沟通 彼此不够亲密 这也正好 要是太亲密了 他还不知道怎么相处呢 至于下乡 如果有家里的经济支持 他也未必会吃很多苦啊 好吧 无论原主还是他本人 都是没下过地的 想这些还早 这样想着 他迷迷糊糊又睡着了 恍若回到了他的小别墅里 他的小别墅 陆西成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 他这是回来了 头顶的水晶大吊灯亮的人眼花 陆西成瞇了瞇一眼 怎么回事 踩着柔软的羊毛地毯 他撒鸭子在别墅里跑起来 哇 他真的回家了 刚刚是做了一个梦吗 可是 经过一块全身镜 他看着里面的人 白色睡衣 黑长直头发 有些忧怨的表情 这不是他 咦 他真的去那个年代了 念头刚转 他身体又回到了最初的房间 小碎花的窗帘 夕阳西下 阳光照不到了 房间里有些冷 外面大门口 传来咚咚咚敲门声 成成 快来给妈开个门 妈早上忘带钥匙了 陆西成跑去开门 陆母站在门口 胳膊上跨着一个布包 手里提着个菜篮子 还有个手里抓着一只被稻草捆住了脚的老母鸡 老母鸡的翅膀还在不停扑腾 陆西成赶忙把篮子接过来 看了眼老母鸡 没敢上手 他有点怕 陆母一头齐耳短发 刘海整齐地用一根发夹别在耳后 一套七成心的中山装 人虽然挺瘦 看起来却是精神的很 陆西成犹豫了几下 才张口喊了一声 妈 小别墅他还搞不清啥情况 但他穿到了这个年代 应该是事实 哎 早上买菜的时候看到一个大爷在偷偷卖鸡 我眼鸡手快给抢了下来 这么大才五块钱 正好给你们都补补身体 杀鸡今天肯定来不及了 陆母把鸡放在厨房的一个木框里 木框是用木头一根根定的 不怕鸡逃走 也不怕它闷死 陆母翻着篮子 我还买了两斤肉 我们今天做了一斤 剩一斤给你爷爷奶奶送去 你二舅昨天送来的骨头 也给他们送一根 二舅经常能弄到一些不要票的骨头 虽然肉被剃光了 但熬个汤 加点粉丝油 豆腐青菜 也好吃的很 陆母在厨房边炫到边整理食材 转头看陆熙成木呆呆站在门口 你怎么还穿着个睡衣 赶紧去换了 一会儿跟妈下去做饭 一天不出门 人都闷傻了 陆熙成低头 哦 他以前一个人在家散漫自在惯了 忘记这里不是他一个人了 第三章 美美的跟着妈妈去烧菜 陆熙成走回卧室 打开原主的柜子 有货 是谁说这年代没有漂亮衣服的 陆熙成拿起一件 淡黄色连衣裙 领子是白色的娃娃领 胸前像了一圈花边 扣子也是黄色花瓣扣 又拿起一件 墨绿色背带裙 上面有几个复古扭扣 腰间一条细细的深棕色腰带 A字形设计 比划了一下 长度到小腿位置 这衣服太符合他的审美了 陆熙成发现柜子里有好多件漂亮的小洋装 还有一些裙子和套装偏向港风和英伦风的 而且都很新 原主更喜欢白色 这些好看的衣服都很少上身 嘿 原主不喜欢 他喜欢啊 这些服装有些是在南方的三舅妈和二绳给他寄的 有些是在护士的华侨商店买的 还有一些是苏联货 虽然当下大部分的衣服 宫龙蓝黄和军绿 还有些灰色黑色的 基本很少看到彩色的衣服 但是既然有商店买 就说明能穿 只是这个价格是普通老百姓承受不起的 当然 像旗袍之类的服装是绝对不能穿的 洋装是一个比较时髦的叫法 其实就是一些比较好看花哨的裙装 不愧是远东第一大城市 未来的时尚之都 哪怕在这样的年代 也走在时尚最前沿 他换上了那件墨绿色的裙子 里面搭配了一件黑色打底薄毛衣 下面穿了一双黑色袜子 再挑了一双黑色小皮鞋放到门口 就是非常直的头发有些呆板 他在一边耳侧挑了一缕扎了细麻花 顿时翘皮了好多 看着镜子里的少女 嗯 完美 陆母在厨房已经把肉切块 骨头剁开 其他蔬菜也都清洗干净了 全部放在了篮子里 看到女儿拿着鞋出来 抬眼去看 不禁睁大了眼睛 这是她女儿 诚诚 给妈看看 哎呀 这么穿多好看啊 多精神 以前女儿整天穿一身白 倒不是说白色不好看 现在好多人想穿白色也不敢穿 不耐脏 可是天天穿白色 总给人一种穿校服的感觉 死了人才天天穿白色呢 何况她女儿幽怨的样子 精气神又不足 那就更让人不舒服了 没想到今天居然转换风格了 陆母不懂啥气质变化 就知道她女儿这样看着有精神多了 脸上好像也没那么苦相了 对 小姑娘家家的就该这样穿 你柜子里不是还有好几件红色 下次换那个 更好看 陆母乐呵呵的提上篮子 走 跟妈下去烧菜 母女俩走出家门 经过两户人家就是楼梯口 科研楼不高 他们家住二楼 就这么一层楼下去 就有好些人和陆母打招呼 有些已经做完菜准备端回去 有些和他们一样正要去的 陆西成都不认识 园主估计也不熟 她就只是对着人笑 大家还觉得新奇呢 这陆家的小姑娘每天一身白低着头飘来飘去 什么时候还能对着他们笑了 真难得 还没走到公用厨房 陆西成就闻到了空气里传来的各种饭菜的味道 红烧肉 香煎带鱼 还有 她吸着小鼻子努力秀 陆母看她这样忍不住笑出声 饿了 等一下肉做好了 先给你吃一块 陆家母妈 今天买肉了 这么大块肉呢 浓运气真好 陆母也没遮掩 来这里做菜 肯定会被人看见 住在这栋楼的条件都不差 大家也就聊几句 不会怎么样 是啊 今天去得早 还有澄澄舅舅舅烧来的骨头 等一下给农成一碗汤喝 陆母笑着回道 那感情好嘞 我买了两大捆柴 农随便用啊 这妇女就住在陆家隔壁 男人是做机械研发的 家里条件也不差 呦 农男男今朝老漂亮鹅 看到一边的陆西成 妇女不禁称赞了一句 是好看 这样穿婷婷玉立的 又漂亮又洋气 是哇 小孩子瞎穿的 陆母客气了几句 心里却很开心 公用厨房在一个大开间里 没有门 里面砌了十来个灶头 每个灶头上都有两个大铁锅 这也是机械厂科研楼特有的福利了 其他家属楼 铁锅都要自己买 陆母静止朝着一个灶头走过去 这是他们家常用的 和其他三户人家合用这一个 他一边忙活 一边和陆西成讲 怎么点火 怎么烧火 怎么做菜等等 他以前总觉得女儿还小 不用那么着急叫 这些不会就不会 大不了工作前几年回家吃或者吃食堂 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 女儿要被迫下乡 他只能趁着最后一点时间 能教多少算多少 陆西成在边上听着 其实他会做菜的 厨艺还不错 就是这个灶头烧火 他不太会 妈 我帮你烧火 你来做菜 无论去哪 这会没有煤气 土灶都要学的 好 你把妈的围裙系上 别弄脏了衣服 陆母一个锅煮汤 一个锅烧菜 饭在楼上用煤炉子做 红烧肉和这土豆一块炖 煮了半锅 用的是粗柴 只要塞几根进去 让他们自己烧 看着火不灭就行了 素卷啊 老远就闻到这肉味了 你咋又买肉了呢 一个穿着灰色衣服的女人 走过来 扯着嗓门说话 生怕别人听不见的样子 女人比陆母 看着矮些瘦一些 脸上的皱纹也多些 一双眼盯着他们照头看 哦 昭帝啊 你怎么来了 陆母脸上的笑没有了 这个李昭帝 家明明在旁边普通家属区 却三天两头来他们这儿 楼里的人没几个喜欢他的 我是听说 你家西城要下乡了 我来看看 看看 有啥好看的 他不是来看笑话吧 陆母暗暗翻了个白眼 李昭帝和陆母来自同一个大队 陆母初中毕业 李昭帝上了扫盲班 后来两个人都进了棉房厂 陆母两年后就是小组长 李昭帝一直都是普通女工 两个人都去机械厂相亲 陆母和工程师的陆父结婚 李昭帝却只嫁给了普通的工人 婚后 李昭帝一连生了三个儿子 自觉比陆母高了一头 最后才生了个女儿 被当个丫鬟忽来换去 住不如他 住的不如他 但他儿子生的多呀 他就看不惯陆母生了两个丫头骗子 还当宝一样宠着 再宠能怎么样 还不是要下乡 第四章 小别墅也跟来了 你家不是也有名额 你打算让谁去 陆母问 李昭帝家三个儿子 大儿子结婚了 有正式工作 二儿子只是个临时工 小儿子没工作 两个人都没结婚 都符合下乡条件 还能是谁 当然是小草啊 总不能让我儿子下乡吧 李昭帝理所当然道 小草是他的小女儿 没学历 政经单位都轮不上 陆母也就是白问一句 他早知道李昭帝什么德行 换成他 要不是没得选 他肯定不会让小女儿下乡 不是宠谁不宠谁的问题 下乡 肯定是女孩子更容易吃亏 遇到的麻烦也更多 可惜没办法 现在只能委屈成成了 他看着坐在板凳上烧火的小女儿 眼中流露出一丝愧疚和心疼 你家西城这衣服咋没件穿过呢 要我说 丫头骗子穿这么好干啥 不当吃不当喝的 哎 你这肉煮差不多了 我家命苦啊 每个月就那么点肉票 我儿子已经两个月没见过婚姓了 说着还想伸手去购锅里的肉 被陆母一巴掌拍了下去 我上个月还见你拎了一块肉回娘家呢 要不让我家老陆和你家老刘说说 想办法换点肉票 陆母不嫌不淡的说了一句 李昭帝的脸顿时就僵住了 那啥 我家还没吃饭呢 我也要回去了 回头见啊 说完 匆匆就跑了 陆西城看得想笑 这人到底是来干啥的 他也庆幸 和人家斗智斗勇一番 陆母看看时间 对他说道 诚诚 注意看看你爸回来没有 回来了 让他来端菜 陆西城跑出去 科研楼大院有个铁门 晚上会关上 他就站在铁门门口看着 找他那个父亲 此时正是下班时间 三三俩俩的有人走进来 陆西城发现 进这道门的大部分精神练貌还挺不错 虽然穿的也有补丁 但都捣持的挺整齐 有个穿着灰色外套的男人 骑着自行车出现 陆西城仔细辨别了一下 这是他爸 没认错吧 挥了挥手 爸爸 中年男人听到声音 下车走过来 男人架着一副眼镜 身高目测有175以上 不胖不瘦 看起来很斯文 自行车前面的车筐里 还放着一个包 妹妹 你怎么在这儿 你妈呢 妹妹在江南一些地区 是只对女孩的爱称 和男男一样 陆西城用手指了指厨房的方向 妈在大厨房 让你去端菜 陆父 陆国平点头 把车筐里的包 拿出来塞给女儿 我先去把车停了 你帮我把包拿上去 陆西城接过包 就看到陆父小 跑着停车去了 他挠挠头 莫名有点甜 是怎么回事 回到家后 他又想起了自己的小别墅 难道是幻觉 这样想着 他又眨眼间 来到了他的别墅里 嗯 陆西城不傻 他也看过不少穿越文 所以他这是 带着他的别墅穿越了 他又撒丫子 跑上跑下检查 别墅和他离开的时候 一模一样 就连厨房里 有谁有店 他的别墅完完整整 和他一起穿来了 插着腰大笑三声 他不敢多呆 陆父陆母马上要回来了 念头闪过 他又出了别墅 重新回到陆家 那他要拿东西 一定要进去 能不能隔空取物 回忆了下 厨房有和刚拆开 没吃过的草莓 来一颗 马上 他手上就多了一颗 粉白白的草莓 嘿 真行啊 他举着草莓乐呵 陆母就推门进来了 陆西城顾不上草莓还没洗 一整个塞嘴巴里 脚两下就咽了下去 陆母手上端着一个大碗 陆父跟在后面 端着一个更大的糖次盆 手上还提着篮子 陆国平看女儿 坐在餐桌上看着他们 以为她是等吃饭 诚诚 你饿了 就先偷块肉吃 等你姐他们来了 咱们就开饭 陆母听到他这样说 就不高兴了 什么偷块肉 在自己家哪能叫偷 诚诚 别理你爸 想吃妈给你先加两块 陆父好脾气的笑笑 并不反驳陆母 放下东西 进厨房帮忙去了 她平时工作很忙 难得有准时下班的时候 这几天也是因为 小女儿的事情 才这么早回家 妈 我不饿 一会儿大家一起吃吧 等了一刻钟左右来分钟 陆大哥和陆大姐 就带着家人过来了 陆大姐拿了一都苹果 一串香蕉和几包米线 这都是托同时代的 这苹果比我们这边 卖的好吃多了 香蕉是南面带回来的 米线是大米做的 煮两分钟就能吃 是云贵那边的食物 我买了一点 大家分了尝尝 米线先不说 这香蕉是真的难得 现在还没有后世的冷链技术 交通缓慢又落后 想要吃到千里之外的水果 相当不容易 哪怕是在护士 拿着钱 也很难买到一串香蕉 大哥的媳妇曹琴 则拿了一块粉色的布出来 是店里的瑕疵品 只有边上有点钩丝 我看颜色挺好就都买了 正好给朵朵乐乐 还有小姑子做衣服 陆家有双胎基因 陆大哥陆大嫂 婚后生了一对龙凤胎 陆云朵 陆云谦 今年五岁 陆大姐则生了一个女儿 严家乐 今年才三岁 陆母没客气 直接把不收下了 她不是一个刻薄的婆婆 儿子婚后厂里分了房 她就让小两口出去住了 他们两个老的 比他们赚钱多 也比他们更忙 她才没功夫跟媳妇逗囊 所以婆媳关系处得很融洽 陆西成上前打招呼 陆南飞和陆东青 看着这个打扮得颇为俏丽的妹子 再看看妈 表示不解 妹妹今天啥情况啊 陆母冲他们眨眨眼 什么也没说 还有两个菜没烧 招呼女儿媳帮忙 晚饭很丰盛 一碗红烧肉炖土豆 一大盆大骨粉丝汤 一道青菜炒油渣 一盆红烧杂鱼 杂鱼都是海鱼 陆西成看到的 就有鲮鱼 柴鱼 梅鱼 还有几个小八爪鱼 和墨鱼仔 还有一叠凉拌海蛇 这些都是大舅舅送来的 大舅舅家在一个岛上 平时是以种地为主 但离海近 虽然那片海域 没有什么正经海鲜 但村民们闲暇 也能补到点小鱼小虾 来城里卖卖 赚个几分几毛的 当然 大舅舅不卖 都是直接往弟弟妹妹家里送的 陆母还蒸了一大碗鸡蛋羹 这是给几个孩子吃的 上面淋了酱油和猪油 他们可喜欢了 主食是米饭煮红薯 米饭多 红薯少 米饭在厨房 陆母去盛饭 大嫂曹琴和大姐一起跟去端 陆西成看都三个人了 就没跟着 而是和旁边的几个小可爱聊天 虽然以前因为一些原因 陆西成都不爱搭理三个小孩 但小孩子是视觉动物啊 年纪又小 还不记仇 这个小姑姑小阿姨长得漂亮 他们就喜欢缠着她玩 现在她主动和他们说话 更是让他们乐不可知 叽叽喳喳喳说个不停 她把最小的严家乐抱在腿上 小姑娘戏软的头发扎了两个小辫 掰着手指头 奶生奶气的和她告状 嘟嘟 我爸爸已经五天没有回家了 陆南飞端着两碗饭从厨房出来 听到女儿这么说就笑了 哪有五天 就三天 小丫头天天在家里念叨爸爸 我是少你吃 还是少你喝了 她丈夫是列车员 跟车两三天不在家 是常事 严家乐嘴巴一撅 把脸埋进陆西成怀里 嘟嘟 妈妈笑我 陆西成好笑的摸摸她脑袋上的小辫子 妈妈不笑你 叫阿姨 行了 成成 你也别纠正她了 跟我家朵朵和小千学的 改不过来 小孩子爱和大孩子玩 陆云朵和陆云千叫她姑姑 小乐乐也跟着叫 说了好多次都没用 他们也就随着她了 反正孩子父亲家没姐妹 确实没有亲生的姑姑 第五章 新家的碗饭 陆母把饭放到桌上 招呼大家吃饭 陆西成往桌上看 每人的碗里都有一点点红薯 她碗里是最少的 只有一小块 成成 把乐乐给我 你自己吃 陆南飞伸手接过女儿 曹琴拿来三个小碗 每个碗里有一块红烧肉 再浇上汤汁 放在茶几上 把那碗鸡蛋羹也端到那边 你们三个过来这边吃 小千照顾着点妹妹们 不准淘气 五岁的陆云千 已颇有当哥哥的架势 她让两个妹妹坐在沙发上 她自己则站在边上 一勺一勺的分蛋羹 三个小朋友 你一勺我一勺 吃得相当认真 大人这桌也在边吃边聊 主要聊的还是陆西成下乡的事情 下乡已是定局了 主要就是去哪里的问题 爸 现在有人盯着我们家 父亲省份肯定不行了 你想好让小妹去哪里了吗 陆东青开口问父亲 本来就算不能去舅舅所在的大队 和护士本地的均肯农场 护士边上的这省和苏省 都是很好的地方 离得近 坐车一天就可以来回 他们有时间也可以去看他 气候条件差不多 陆西成能很快适应 可是现在他们不能这样操作 至少不能操作的这么明显 只能把人往远一点的地方送 陆国平喝下碗里的汤 想了想 开口 我昨天去看忘了老爷子 你们爷爷的意思 地方苦不苦不重要 要紧的是地方管理严不严 对知青有没有保护政策 当地的风气正不正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从50年代开始 最初是一些年轻人 自愿组成志愿者 去往农村和边疆 他们怀揣梦想和激情 确实对当地的生产建设 做出了贡献 起到了开拓者的作用 到了60年代 由于长期忽视计划生育 城市人口积压 单一的经济体制 导致就业问题日益严峻 为了缓解城镇压力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被迫背井离乡 其实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 这是一件既尴尬又无奈的事情 城市容不下他们 农村也不欢迎他们 离家的不舍 对农村生活的不适应 对未来的迷茫 对前途的绝望 这些情绪充斥在这些 后期下乡的知青中间 就陆国平所在机械厂 就有无数工人子女下乡的 一些人到了乡下 无法适应劳动强度 口粮不够 居住环境差 在村里也被歧视 甚至有些地方 还有侮辱女知青的情况 不仅仅是农村的男人 还有些是当地的干部 仗着手里一点点小权利 威逼力又知青的情况时又发生 陆国平也有所耳闻 他如果下乡的是儿子还好 偏偏是娇滴滴的小女儿 陆南飞点头 是啊 我听同事说过 一些地方根本不把女人当人看的 生下女孩就溺死的 养几年卖掉的 还有给家里儿子换亲的 这些地方 城城绝对不能去 兄妹俩都看向陆西成 陆家四个儿女 要说长相都很拿得出手 但最好看的还是陆西成 小时候就长得玉学可爱 那时候他也乖 不像弟弟经常玩的脏兮兮的 陆南飞和陆东青 每天抢着抱妹妹 后来妹妹长大 和他们不像小时候那么亲近 到底是打小宠着的 他们哪里舍得 让他去乱七八糟的地方被欺负 陆国平继续说 你们爷爷理了下他的人脉 我也找了找自己的关系 最后选了两个地方 一个在西北 一个在东北 两个地方都不算乱 我有个同学在东北那县城 做钢铁厂厂长 你爷有两个以前的战友在那 西北也有认识的人 诚诚你看想去哪里 我们提前打个招呼 他看下女儿 就怕这姑娘拎着性子 哪里也不肯去 陆母盛了碗汤给女儿 小心地看着她 陆西成看看这对新的父母 又看看旁边的哥姐 其实他和袁绅是有点像的 袁绅是任性 而他是娇气 有时候还有些做 出来乍到的 他不想表现得那么懂事 小事情上是可以任性一下的 符合袁绅的性格 也符合他自己的脾气 他想了想才说到 我去东北 西北太干了 我可受不了 他以前去西北旅游过 一周时间就开始流鼻血 酒店房间必须每晚开着加湿器 面膜水乳不断 就算如此 连也干了一个度 如果去那三四年时间 算了算了 不过东北好冷的 你们要给我准备新棉被 还有 我干不动活 肯定挣不到口粮 要多带钱 傻姑娘 光带钱有什么用 我和你爸给你换了好些全国粮票 你舅舅和小叔 还寄来很多军用票 都给你拿着 陆母打断了陆西成的话 女儿不闹痛了 同意下乡 他就谢天谢地了 至于其他的 自然会给他置办齐全 陆西成恍然 对哦 这还是需要票证的年代 他听老人说起过 毕竟自己没经历 就没想起来 要带票 带多多的票 妈后天休息 你明天在家 想想需要什么 咱都去买上 你刚到那里 肯定手忙脚乱的 那我后天调休 和你们一起去吧 家里还有些票 我一起拿着 陆南飞附和 陆东青从口袋里 摸出20块钱塞给妹妹 这钱拿着花 你们就去勤勤他们店里 能省点 曹琴笑着点头 作为百货公司的营业员 是有内部价的 只是有金额限制 不过他们百货公司 是这一片区最大的 额度也很高 即便不够了 他可以把同事的借来 下个月还回去呗 小妹下乡是大事 她不是小气的人 在边上吃饭的三个小孩 不知什么时候跑了过来 两个小姑娘 一左翼右抱着陆西成的大腿 陆云谦则张大眼睛看着她 姑姑你是要走吗 要离开家里 姑姑有时候很讨厌 会和他们抢吃的 会不理他们 但姑姑有时候也会保护他们 有两次 他们被街道上几个小孩子欺负 都是姑姑看到给赶走的 而且姑姑漂亮 其他小朋友 都没有这么漂亮的姑姑 颜家乐年纪小 只听懂姑姑要走 他再也见不到姑姑了 哇的哭出了声 陆云朵跟着巴哒巴哒掉眼泪 陆西成哭笑不得 出来这个时空的茫然 笑散了大半 心里暖融融的 他把小乐乐抱到腿上 又给朵朵擦擦眼泪 姑姑只是去工作了呀 姑姑还会回来的呢 姑姑有机会就回来看你们了 可是我不想嘟嘟走 嘟嘟不要去工作好不好 乐乐圈着他的脖子 还是抽抽爷爷 陆云谦早会 看向自己父亲 看陆东青摇头 沮丧的垂下了头 爸爸和爷爷 还有太爷爷都没办法 他又能做什么呢 小千这样好不好 我到了那里就给你们写信 你们也要给我回信 每个月一次 你们看到信就知道 我过得好不好啦 陆云谦眼睛瞬间亮了 朵朵也笑了起来 他还没写过信呢 不过我们要约法三章 你们不会写字 可以画图 但不能一直画图 要学会认字 每个月讲自己学了什么 要是一两年都没有进步 我以后可就不给你们回了 不会的 我现在就会写自己名字了 还会好几十个字 朵朵也会写自己名字 其他的我会教他的 乐乐妹妹太小了 就先画一年图吧 明年再教 陆西成摸摸他的脑袋 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再过六年 就要恢复高考了 这三个小孩 以后一定有机会参加 所以要让他们从小 就好好学习 第六章 上一世的陆西成 晚饭以陆西成 同意去东北下乡 并与三个孩子 达成写信约定结束 饭后 陆母几人去收拾碗筷 陆国平和儿子讨论工作 陆西成和三个小朋友腻歪 说来也奇怪 他记忆里对他们并不亲热 但他们却偏偏很黏他 想来园主并不是太糟糕 小孩子是最敏感的 如果他真的对他们很坏 小孩子都能感觉出来 园主就是钻了牛角尖没出来 又没人开导 可惜了 他把他们带进自己房间 书桌上有一副中国象棋 陆云谦说想玩 他刚刚学 不用人陪 自己对着棋 就能看半天 折腾半天 两个小姑娘头发都散了 陆西成让他们坐到书桌前 拿牛角书给他们梳头发 日常营养不错 两个人头发都不少 小乐乐头发短 到脖子下面 陆西成就给他扎个哪吒头 两个小啾啾 顶在圆溜溜的脑袋上 特别可爱 朵朵的头发长 陆西成给他前面两边 贴着发根编了两个三股辫 后面也同样操作 最后把前后的两个辫子 扎成一个放在脑后 这样的发型清爽干净 就算蹦带一天也不会乱 躲躲摸摸自己两个辫子 站在镜子前左照右照 美得冒泡 姑姑能不能让爸爸去下乡 姑姑在家里 爸爸有次给他梳头 扯掉了他好几根头发 痛死了 陆云谦看了自己亲妹妹一眼 无语的摇摇头 扑痴 陆西成没忍住笑出声来 软萌的小女孩果然很可爱 不像自己前世的弟弟 从小一本正经的 一点也不好玩 不过 这倒是和陆云谦有点像 想着别墅里还有很多玩具 不知道以后 有没有机会拿出来给他们玩 陪了他们一会儿 时间不早了 大哥大姐催着孩子们回家 小侄子乖乖出去了 朵朵和乐乐都抬头看他 眨巴着大眼睛 一脸期待的表情 明显不想走 想和他一起睡呢 陆西成无奈 他的床不大 一米五多点的样子 他睡觉又不老实 以前两米的大床 晚上睡在床头 早上起来在床尾 带俩孩子一起睡 他还真不敢 朵朵乐乐听话 下次姑姑给你们讲故事 好不好 好 我们要听故事 朵朵上幼儿园了 但现在幼儿园 哪有正经的老师啊 就是帮忙看着孩子 教着唱点歌 两三个革命老故事 早就听得人耳朵长俭了 把小朋友们带出房间 曹琴看到自家闺女 顿时就睁大了眼睛 朵朵这辫子 是小妹给输的 她是一个勤快的女人 不仅自己 两个孩子 也都每天收拾得很干净 但第一次发现 女儿能梳那么好看的头发 陆南飞摸摸女儿的小啾啾 是啊 妹妹的手可真巧 陆西成抿着唇笑 大姐和嫂子要是喜欢 我可以教你们的 好好好 有机会我们来和你学学 送走他们 陆母就喊陆西成去洗澡 你先用暖水壶里的 煤炉子上还在烧 不过我给你提进来 陆西成其实可以去别墅里洗的 她有个超大的按摩浴缸 不过既然来了这里 还是要尽快适应的 她听话的提了一壶水晶卫生间 已经九月份了 晚上天气变凉 简易花洒不能用 好在有自来水 热水也够 她洗得挺舒服的 就是洗头有点麻烦 她的头发又多又长 两壶水也不够洗个头的 陆西成擦干身体 摸摸头发 没办法 只能等回房间锁好门 进别墅去洗了 换好衣服出来 陆母塞给她一杯泡好的热牛奶 喝点牛奶再睡 别多想 妈肯定给你准备齐全下乡 陆西成眼眶热热的 妈 她有点想她那对空中飞人父母了 哎 这么大姑娘啊 还哭鼻子呢 羞不羞 进了房间 陆西成先喝了一小口牛奶 有点点烫 虽然是冲泡的 奶味却很浓郁 她把牛奶放下 把房门锁上 听听外面的动静 陆母去洗澡了 陆父一般不会进女儿房间 她一个闪身就进入别墅 跑上楼先给自己洗头 选了一款香味很淡的洗发露 洗完又快速用吹风机吹干头发 这才出了别墅 外面除了水声 只有偶尔的脚步声 陆西成放下心来 躺到床上 回忆这一天 她对为什么会穿过来还是不清楚 但既来知 泽安知 她看过不少穿越小说 极少有能穿回去的 所以她只能老实在这个时空待着 好在这具身体的家人都很好相处 不仅没有极品 还都很关心迁就她 让她觉得穿越没那么糟糕 就是 她好想念自己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呀 前世陆西成 出生在一个比较奇葩的家庭 她的父母是青梅竹马 一起考入顶尖学府 一起毕业 毕业后就结婚 第二年就有了她 后来两个人各自创业打拼 有时候吃饭睡觉都在飞机上 夫妻俩一个月见不了几面 干脆就离了婚 把小小的她扔给了各自的父母 虽然儿女离婚了 但陆西成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两家人关系 却依然亲厚 陆西成从小在四个老人的宠爱下长大 老人本身就是有些家底的 再加上她爸妈给的生活费 一年比一年多 她既不缺物质又不缺爱 是同龄人里名副其实的小公主 在她八岁那年 她父母因为生意合作 也因为年少时的感情 又走到了一起 然后火速给她生了一个弟弟 她的倒霉弟弟 待遇也没比她好多少 还在吃奶呢 就被扔给了老人和家里的保姆照顾 她十八岁前 都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 小时候上各种兴趣班和艺术培训班 别的小朋友自己回家 她却天天会有两个人来接 另两个老人在家里给她做好吃的 她在哪里读书 老人为了让她上学方便 就在哪里买两套房子陪着 直到她考入大学 她大学也在护士 填完志愿后的成人礼上 父母就送了她那套 位于护士某高档小区的独栋别墅 还有公司的股份 每年的分红就有九位数 即便她上了大学 老人一年也有一半时间 住在她别墅里陪着她 现在她莫名其妙消失 别墅也被她带了来 四个老人家还不知道会急成什么样呢 爷爷和外公都经历过时代沧桑巨变 奶奶和外婆是乐观的老太太 但是 陆西成抹抹眼角的泪 把脸埋进了枕头里 第七章 夫妻夜话 主卧 陆国平坐在床头看书 看到妻子端着两个杯子进来 便把书放下 早知道姑娘要下乡 这奶粉我们就不喝了 现在家里就剩两张奶粉票 后天再去买两包给妹妹带着 小县城肯定买不到这个 陆国平点头 你明天在院里问问 能不能换到几张 院里都是科研人员和高级干部 有时能分到一些稀有票证 如果不舍得用就拿去换钱 这种操作正常的很 不过他们现在家里那两张 确实陆爷爷给的 老爷子这个年纪 曾经是高级将领 老太太也是正经工作退休 两口子每个月都有两张奶粉票 有时候会拿来给孩子们 对了 家里还有多少钱 陆国平问 他的工资全给妻子收着 他基本不管家里的账 有八千我存起来了 还有一千多在家里 留着咱们日常用 夫妻两人的工资 也不是一直这么高的 之前陆父没做副厂长的时候 一个月也就一百多 陆母也是从普通女工做组长 到车间主任 他不是那种特别节俭的主妇 丈夫的工作脑子累 身体也累 必须要吃好点 他自己工作也不轻松 必须付出很大的心力才能做好 养到儿子养得高大 女儿也健健康康 可不就要花钱吗 所以除了每个月的供应 一旦有那种不要票的稀缺货出来 他都会抢 有一次附近农村的牛摔断了腿 被宰杀了来卖 他直接五十块钱买了十几斤 心疼是心疼 但看着一家人吃得满足的样子 那钱就花得值 家里开销不小 陆国平要每个月给父母二十块钱 老人虽然不缺钱 但这是做儿子的孝心 弟弟在外当兵 每个月也要寄回一点津贴回来 蒋素卷给娘家父母的就少些 他还有三个兄弟呢 每个月就给五块钱让爹妈淋花 有多余的票也会给点 大儿子陆东青工作后 最开始一个月工资只有十八块 每个月就给五块钱 吃喝在家里 现在一个月有三十多 他每个月要给父母十块钱 每周会有几次回家吃饭 当然他要天天回家 陆母肯定也不会说什么 陆南飞本来也是想和哥哥一样 每个月给十块钱的 哥哥娶媳妇花了家里五百多 他家人也花了五百多啊 他又不是卖掉的女儿 自然要孝敬父母 但铁路局家属区离这里远 他每个月只能回家三四次 陆父就让他每个月给家里五块钱就行 在陆国平的观念里 让子女成家立业是他的责任 但子女有了收入后也理当孝顺父母 多少不说 给不给就是个太多问题 工资高给多点 工资少给少点 他无所谓 但是不能一分不给 年轻的时候就没有责任心 等他们老了 再去指望儿女孝顺 做梦还差不多 陆国平思索片刻 和妻子说道 我记得家里还有二弟寄来的手表票 你拿出五百来 先给澄澄买块手表 剩下的留给他下乡 大儿子的手表是工作后家里买的 大女儿的则是南方家给的彩礼 小儿子自己跑去南方当兵先不说 小女儿一直也想要一块 他没同意 那时候女儿还上学 好看的衣服鞋子也就罢了 手表这种东西 他根本用不着 现在女儿要下乡 给他买一块也是应该 省得他走了 还埋怨他这个父亲小气 想起从小娇生惯养的小女儿 她很头疼 和大多数这个年代的父母一样 他们不会和子女谈心 大儿子能聊聊工作 大女儿性格爽朗 小儿子皮是不听话可以揍 唯独这个小女儿 说不得又打不得 女儿不高兴了 他们只能在原则范围内 给女儿买买买 讲素卷点点头 买个手表没问题 就是买个好点的手表 要两三百 就给两百下乡够不够啊 不够到时候再会过去 不能让他身上带太多钱 过两天 老爷子老太太 你兄弟还有东清飞飞 多少都会给他塞钱 你看好了 不能让他身上多出两百块 为了女儿下乡的是 他在厂里打听过 一般给个三五十块钱算多了 他给两百绝对是高标准 而且有些人看到你钱多 就会贴着你 今天吃的不够 明天过冬的衣服没有 再然后家里有困难了 谁睡谁生病了 都来找你要钱 被骗点钱不算什么 要是遇到不怀好意的男青年 被骗心又骗身 那他这个老父亲 哭都没地儿哭去 陆国平瞬间觉得 给两百还是太多了 要不也给个五十 小心看妻子一眼 算了吧 他要真说只给五十 估计今晚这床 他就别想睡了 陆父的担忧 陆母哪能不懂 只是女儿同意下乡 让他心疼坏了 只想给女儿多点补贴 行 两百就两百 大家伙给的 我攒着 以后每个月会过去 说完心匆匆的下床 拿了纸笔又坐回被子里 我要列单子 看看买什么 免得走的时候缺了什么 手忙脚乱的 大抵女人都有狂热的购欲 沉稳的蒋主任 此时也像个小姑娘一样 坐在床上一边写一边念叨 牙膏牙刷要买 买两个新的饭盒 水壶用二地寄来的新水壶 香皂多买几块 那里不知道有没有呢 洗衣服的肥皂也买两块 对了 雪花高 澄澄只用那个牌子的 肯定要多买几罐 还有什么 一抬头 陆夫正盯着他笑呢 他拍了他一下 你倒是帮忙一起想啊 我一个人一个脑子 要是少买了什么 就是你这个爸爸的错 陆国平 爸爸是什么 爸爸就是背锅的 陆母继续念叨 脸盆要买两个吧 暖水壶呢 新的糖渍杯家里有 平时泡点奶粉糖水喝 文章要不要买一顶 不知道那里能不能装 还有陆夫听不下去 打断了他 脸盆水壶 买了他要怎么拿 坐两天多的火车 上火车我们能送 下火车呢 还要转车到公社 从公社到大队 多少路啊 你姑娘拿得了这么多东西 蒋主任热泄上头 现在被陆夫泼了一盆冷水 有点猛 陆夫接过他手上的纸笔 你放心 我明天下班 去找飞飞他公公 他们路广 让他帮忙换点 那个地方的工业券 应该问题不大 还有孩子小叔和小舅那边 确定了地址后 我明天也发了电报 他们有军用券 我们也借一点 至于他的同学和老爷子的占有 这些事就不用麻烦人家了 只要人家愿意帮忙看顾下 就是大人请了 现在市面上全国粮票有 肉票油票 副产品票 都能换到鞋 但全国工业券却很难换 大部分小的生活物资 各个地区都有生产 我省生产的 我们省我们试用 不会留到外面 全国工业券市面上很少 被子多带两条 东北那里冬天来得早 厚衣服也要带一件 毛衣带一件 再选几件先带穿的 鞋子带双棉鞋 带双运动鞋 应该够了 他在纸上刷刷刷鞋 女儿爱穿小皮鞋呢 陆母出生提醒 下乡穿什么小皮鞋 唉 你别拧我 皮鞋到时候都给邮寄过去行吧 他又拿不了那么多 怨念的看了妻子一眼 低头继续写 你说的雪花膏要买 那边气候也干 咱姑娘爱漂亮 这个用得快 香皂牙膏也买上 这些不重 边写边补充 轻盛的和急用的 让女儿带着 其他的等他到了后 看看住的怎么样再说 陆国平看看时间 买几根油条 你煮点粥就够了 油条一毛钱一根 和肉包子一个价格了 女儿和妻子都爱吃 你把牛奶喝了 喝完再去刷个牙 不刷牙 别凑近我 第八章 上一世的别墅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陆西成揉揉眼睛 激情的歌声从窗外传来 他深吸口气 这时代敢扑面而来呀 勤快的人们 早在歌声响起前就起床了 这不 陆父已经买完早饭回来了 程程 醒了吗 醒了就快起来 爸爸买了油条 打了豆浆 凉了就不好吃了 哎 起来了 陆西成爬起来 在柜子里挑了件 灰色的衬衫和黑色的裤子 穿上走出房间 看看墙上的钟 才六点半 妈呀 这也太早了 陆父看到他穿这身 还愣了一下 怎么穿这件衣服 女孩子家穿鲜艳点 爸爸这儿还有点布票 今天要不要约了同学 出去逛逛 陆西成低头 看看身上的衬衫 他觉得这件衣服很好啊 灰色染得很均匀 腰部有细微的收腰 料子是纯棉的 穿着很舒服 听到父亲的话 他忙摇头 逛什么街呀 他现在人都认不全呢 那就不出去 吃完早饭再去睡会儿 爸爸还买了肉包子 中午自己热一热就可以了 不想吃包子 就去国营饭店吃 钱和票抽屉都有 这时陆母端着主舟的锅 从厨房出来 陆父盲伸手接过 放到桌上 一锅大米南瓜粥 一小碟酱菜 一盘包子 两个咸鸭蛋 还有每人一根油条 一杯豆浆 就是今天的早饭 粥太烫了 现在锅里搅拌了好几下 才盛出来 陆父陆母已经喝上了 陆西成洗漱完了再吃 还是觉得烫 就慢慢吃油条 油条炸得蓬松酥脆 热腾腾的特别香 前世在外面吃油条 会担心地勾油的问题 现在是绝对没有的 他小口小口吃了半根油条 才低头喝粥 他喝粥也很慢 摇起一勺 先吹啊吹啊吹 吹半天才吃进嘴里 陆母看他这样 又愁上了 到了乡下 肯定是知青们一起吃饭 就他姑娘这样的 能抢得过别人 妹妹呀 妈和你说个事 嗯什么事啊妈 陆西成好奇地 看着自己的新妈妈 就是咱以后吃饭 能不能吃快点 他爸爸两碗粥吃完了 他才喝了两勺 陆西成看看陆父的碗 又看看陆母的 恍然大悟 爸妈 你们不用等我 吃完就去上班吧 碗放了我来洗就好了 说完笑咪咪的看着陆母 很是乖巧的模样 陆母 心累 等父母走后 陆西成慢悠悠吃完早饭 把碗块洗了 锅也刷了 顺便把地扫了一遍 又拖了一遍 才回到房间 然后进入别墅 直奔三楼卧室 扑到自己的大床上 我的大床 呜呜呜 先让我滚几圈 他现在睡的小床也挺好的 但怎么能和他的大床比呢 这里从床到床垫床单 再到枕头被子 每一样床上用品 都是他精心挑选的 陆西成好好和大床 亲密互动了一番 才老实躺好 太早了 他先睡一觉吧 熟悉的环境 熟悉的味道 舒适柔软的床铺 让他爬不起来 陆西成睡到肚子 咕噜噜叫才行 摸摸自己的小肚子 有点饿了 外面还有几个包子 他打算吃两个 没炉子他不会用 直接拿到别墅的厨房里蒸 陆母应该不会发现吧 下楼 先从冰箱里拿了瓶牛奶喝 才走进厨房 昨天看到的桃椒银耳燕窝 还冒着热气 果然和他想的一样 别墅时间静止了 他突发脑洞 他要是在别墅里 生活个几十年不出去 几十年后 他会不会还是现在的样子 也有点怪怪的 像老妖精 熟练的打开燃气灶 放上蒸锅 添上水 他把陆家柜子里的包子 放了两个进去 再洗几个草莓吃吧 陆西成看向一边的台面 他记得 他昨天明明吃了一个草莓啊 这怎么还是完整的一盒 这和草莓说是进口货 虽然他吃着和外面 草莓园那种 一篮子一篮子的奶油草莓 味道没啥两样 但人家就是给包装的很高级 每个草莓都包了一个海绵网 塞在量身定做的包装阁里 他是不可能搞错的 所以他这个别墅 还有复原功能 那复原的是哪些东西呢 洗了五个草莓 陆西成一边吃一边想 看到客厅里放着的 几十个超市购物袋时 马上转开头去 眼不见为净 那是他疯狂购物的结果 但是买回来后 他一点都不想整理啊 除了肉类 被他扔进了冷柜 鸡蛋牛奶等随手塞进冰箱 其他都没动过 真是脑壳疼 先吃饱肚子 打个盹 下午再弄吧 陆西成虽然懒散 却并不是拖延症晚期 既然说了下午收拾 他吃了包子咪了一会儿后 就开始干起活来 这栋别墅不算院子 占地面积有600个平方 当初买的时候 开发商就说了一套别墅一亩地 地上算上顶楼不住人的阳光房 一共有三层 地下有两层 地下一楼主要是娱乐功能和储存功能 专门留出了三个房间 放家里是使用率不高的 和用过了不舍的扔动物件 比如弟弟小时候的玩具啥的 一些桌椅 一些没坏 但是不想用的厨具等等 还有些父母的商业伙伴 送的礼品和试用品啥的 比如他老爸和一个 生产卫生用品的厂商合作 人家就送来了好几大箱的 姨妈金纸巾和洗脸金等 陆西成贤不是自己常用的牌子 就放地下室了 地下二楼就是车库 别墅大 装修的时候除了两个客户外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弟弟 还有父母都有房间 几年的时间 每人的生活用品都很齐全了 他疯狂购物是有原因的 被动为了自己的安全 打算几个月不出门了 陆西成对不能出门意见不大 他是很能宅的性格 就怕家里物资不够 父母和四个老人家 还有其他常住房产 他们已经让保姆阿姨 进行了几次大规模采购 陆西成更喜欢自己出去购物 他连着三天 跑了好几个大型的商场超市 还有菜场水果店 买东西眼睛都不眨一下 买完就让人家往家里送 结果就是大客厅小客厅 甚至餐厅都被购物袋堆满了 他是奔着大半年 不出门的计划购物的 买得自然多 但整理起来真的太累了 家里今年新买了一个大冷柜 平时根本用不到 原来就有三个大容量冰箱了 肉类他喜欢吃新鲜的 这次情况特殊 也被他塞得满满当当 陆西成打开冷柜 把肉类重新分类包装摆放 腾更多空间出来 他的手机可以连着便签打印机 一边打印一边记录 第九章 别墅存货整理 猪颈肉 猪夹肉 梅花肉 五花肉 李脊肉 猪上脑 前腿肉 腱子肉 后腿肉 猪排骨 猪大骨 猪蹄 还有几对猪耳朵 几副猪下水 陆西成吭吃吭吃 把肉都分成半斤大小 放进密封袋真空装好 分类放进冰柜 其实现在别墅有保鲜功能 就这样放在外面 食物也不会坏的 但他心里隔硬 尤其是肉类 堆着像什么话 还是放进冷柜比较好 150多斤猪肉 他一个人忙活了个把小时 陆西成觉得自己像个屠夫 牛肉简单点 大部分都在某大型进口超市买的 分装好了 牛眼肉 牛小排 牛前胸 西冷 上脑 牛板剑 牛仔骨 牛鳞 牛肋条 牛腩 肥牛 雪花等 还有三十来个牛腱子 这些牛肉花了他好几万 都是宝贝啊 猪肉牛肉装好 冰柜基本满了 陆西成转战冰箱 冰箱是他的大盲人爸妈选的 容量都在七百升以上 其中两个空荡荡的 他把剩下的食材放进去 老母鸡三只 小母鸡两只 山鸡两只 三黄鸡三只 乌骨鸡两只 他很怕鸡的脑袋 全让人给剁了 鸡放进一层格子里 老鸭四只 老鹅三只 还有很多鸡爪鸡翅 鸡腿鸭鸭鸭鸭鸭鸭鸭针等散货 一起装一层 羊肉不多 羊肉片 肥羊卷 羊腿肉 羊排 羊蝎子 加起来四十十来斤 单独放一层 海鲜和鲜鱼类 他买的也多 基本市面上能看到的 他都买了 新鲜的虾蟹和买的时候 现杀的鱼 就在厨房找几个盆装起来 不用放冰箱了 各种螺类 也倒进水桶养着 剩下三文鱼 雪鱼黄鱼 带鱼鱼鱼等等 全扔进去冻着 几包虾仁也一起放就进去 还有些海鲜干货 什么干贝干 抱咬住螺肉晒干的鱼 等乱七八糟的 放在冰柜旁边的制物架上就行 成品半成品的干粮 饺子包子馒头等 还有各种饼类 放到另一个冰箱冷冻层 和他买的冰淇淋放一块 至于蛋类 就敞开放外面吧 毕竟光鸡蛋就有一百多个 还有鹅蛋鸭蛋鸽子蛋鸳唇蛋等 放冰箱太占空间 香肠培根奶酪芝士黄油 还有各种果酱等 放保鲜里面 按品种放在收纳袋里装进去 整整齐齐 多余的空间 把牛奶酸奶果汁 可乐雪碧气泡水等 各种饮料放一部分 放外面不会坏 但冰一冰好喝呀 买的湿面都塞进去 他喜欢偶尔吃点面食 但不会做就买现成的 还有些饺子皮 馄饨皮等 几包年糕 这个偶尔吃吃 粉丝也偶尔吃吃 几箱方便面 囤货怎么能少得了方便面呢 逛超市的时候 顺便买了些熟食卤菜 豆制品 也都整齐的马好 陆西城翻找购物袋 调料每种放一瓶进厨房 其他的放架子上 大瓶装的生抽 就买了五香 二十瓶买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太疯狂 现在看看 喝完它 会不会变成小黑人啊 花生油 玉米油 菜籽油 葵花籽油 大豆油 橄榄油 厨房还有没用完的 这些筒筒放货架边上 大米 五常大米 普通珍珠米 长粒米 泰国香米 糯米 各类米加起来有三百斤 面粉相对少一些 普通面粉和高低筋面粉 糯米粉一共不到一百斤 他是打算买来无聊的时候 学习做面食的 蔬菜水果 这次也不用放冰箱了 规整一下 放在空位就行 零食不用整理 陆西城上楼拿了几个 收纳衣服的塑料大箱子 把零食哗啦啦全部倒进去 完美 至于地上剩下的日用品 先不管 他快累死了 插着腰看着自己 忙碌下午的成果 陆西城满意的点头 以后他就靠这些生活了呀 然后他留了个心眼 拿了一根香肠 一个西梅 两个鸡蛋煮熟 一片猪肉腐 一包卤鸡爪 一包纸巾 一件睡衣 一瓶精华液 一把纸价钱 美拿一样 他自己忘了 他还把那一个角落拍个照片 他要研究下 别墅可以复原哪些东西 随后出了别墅 他在自己的小床上 一动不动了 整理收纳 真是体力活呀 躺了一会儿 爬起来把香肠西梅鸡爪吃了 垃圾扔进别墅垃圾桶 根据空间定律 别墅肯定能自动处理垃圾 然后走出卧室 家里的鸡蛋放在厨房的橱柜里 陆西成数了数 15个 所以手上两个温热的熟鸡蛋咋办 他现在吃不下 想了想 还是放回别墅 没和那些鸡蛋放一起 就搁在厨房碗里 饿了再来吃 这时候 门外脚步声多了起来 到了下班时间 陆西成跑去打开门 果然 提着包的男人 提着篮子的妇女 都在朝家里走 一个妇女 走到她家门前 停住了脚步 成成啊 婶子 今天买了条大鲤鱼 晚上做红烧鱼 等一下来成点去啊 是昨天 陆母送了碗骨头汤的妇女 陆西成乖巧点头 好的 谢谢婶子 妇女脚下生风的走了 又过来一个短头发的姑娘 塞给她几段藕 西成 我奶家送来的藕 给你家晚上做了吃 姑娘说完 也匆匆跑了 陆西成正发懵 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奶奶走过来 递给她一个篮子 妹妹 这是老婆子自己种的菜 不值当几个钱 你拿着 谢谢你妈上次借的半包红糖 红糖我下次还 这菜你们吃 老奶奶说着 也转身出去了 篮子都没要 哎 赵奶奶您等等 陆西成把手里的东西放桌上 飞快跑进卧室 进入别墅 把那两个鸡蛋拿跑出来 好在老人家腿脚慢走得不远 他追上去 把鸡蛋塞老奶奶手里 赵奶奶 这两个鸡蛋给您吃 哎呦 你这个男男 我大把年纪了 吃什么鸡蛋啊 你自己吃啊 我煮完又不想吃了 陆西成不给她拒绝的机会 边往回走边说 赵奶奶您可别告诉我妈 她会骂我的 赵奶奶握着两个鸡蛋 一脸为难 本来想趁着小蒋主任没回来 把菜送了就走 谁知道又拿人家两个蛋 他这是说 还是不说好啊 蒋主任在家属区人员很好 他为人热情 遇到别人有困难了 能帮就会去帮一把 当然不是烂好人 值得帮的他才帮忙 上上个月 赵奶奶的女儿坐月子 家里没红糖了 赵奶奶借变了亲戚 也没借到糖票 后来蒋主任就借了 半包家里的红糖给他 赵奶奶儿子只是普通工人 糖票金贵 一直没分到 他短期还不上红糖不好意思 就想着多送些菜来 可每次送给蒋主任 都要被蒋主任反过来送点什么 一块糕点 几个红薯 搞得他后来只能趁蒋主任 不在家偷偷公公送 蒋主任这个小女儿 以前都是拿了东西一声不吭 今天怎么不按套路来呢 第十章 他胖了 陆西成跑回家 看篮子里的蔬菜 种类不少 一把芹菜 一把豆角 七八个胶白 还有几个芋头 他把菜放进自家厨房的菜篮里 两段藕也放进去 这时陆母回家了 看到厨房里陆西成在整理蔬菜 马上就笑了 这又是你招奶奶送过来的吧 这老太太 每次都悄悄送 她以为你不说 我就不知道了 这么多菜 明天不用买菜了 陆西成点点头 妈妈 还有这个藕呢 是一个小姐姐送来的 什么小姐姐 那是对面脆瓶吧 她爸老家有藕糖 每次老家来人 都会给我们送藕来 陆母今天穿了厂里的工作装 她把衣服脱了 系上围裙 晚上你爸加班 就我们两个 简单弄一点吧 陆西成自然没意见 她胃口不大 吃不了多少 而且不喜欢吃剩菜 做得少 陆母懒得下楼去大厨房 只把厨房窗户打开 通往客厅的门关了 点上煤炉 一个做饭 饭还是红薯米饭 她放了蒸架 切了一点点咸肉一起蒸 拿了一段 藕切了一截 去皮切薄片 又泡了一把黑木耳 处理好后都焯下水 直接做一个藕片拌木耳 昨晚写好的海蛇还剩一些 陆母看女儿挺爱吃 今天又拌了一小碟 再炒个香葱鸡蛋 还有邻居送来的一小碗鱼肉 两个人怎么都够吃了 陆西成在边上帮忙打下手 其实他做不了多少 就切了点葱姜蒜 妈 家里有芝麻油吗 陆母摇头 你想吃芝麻油 那还真买不到 供销社一年到头 也见不到几次 他们都内部消化了 芝麻虽然是油性作物 但芝麻油不太能炒菜 很少有人种 芝麻油自然也少 好吧 陆西成一边往碗里倒油 一边遗憾 凉拌的菜放点芝麻油才香呢 陆母看到她的动作吓了一跳 南南啊 你放这么多油 日子不过了 陆西成眨眨眼睛 心虚的低下了头 她习惯了 对不起 妈妈 好了好了 妈没怪你啊 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尤其是去了乡下 这么大手大脚可不行 乡下油比我们城里还难弄呢 陆西成被讲主任教育了一通 灰溜溜出了厨房 她别墅里有那么多吃的用的 却没办法拿出来 下乡也好 到时候她可以往家里寄东西 要是父母问起来 天高皇地远的 借口也好找啊 陆西成在客厅做了会儿 陆母就把饭菜做好了 陆西成帮忙端菜盛饭 她先给陆母盛了一碗满满的 再给自己盛了半碗 又挖了两块红薯放碗里 前世她是喜欢吃红薯的 她别墅里还有好几斤六凹沙滴蜜薯 烤完后会有一股糖油 可香可甜了 那些红薯蜜薯小香薯 都经过了专家和农民伯伯多次的改良 现在的红薯完全不能比 陆西成加起一小块红薯放进嘴里 偏干 口感粗糙 红薯肉里的丝很明显 她种梅 不太好吃啊 陆母看着自己闺女 一块小小的红薯都要吃半天 一边吃还要一边种梅 实在是眼睛疼 给她夹了片咸肉放碗里 吃块肉 红薯不爱吃 留着你爸晚上回来吃 咸肉陆西成是喜欢的 她前世老家离护士很近 每年奶奶和外婆也会腌几次咸肉 护士的名菜腌堵仙 就离不开咸肉 反倒是大部分地区的腊肉 她不太吃得惯 陆母把肉切得很薄 肥肉的油脂被蒸了出来 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陆西成一口肉一口米饭 再一口海折一口米饭 吃得很欢快 那两块红薯 她也勉为其难地吃下去了 她实在不好意思 让陆傅吃她碗里吃剩的 只能自己吃 两块多一口都不吃了 陆母又觉得欣慰了 她姑娘娇气是娇气 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吃苦啊 明明不爱吃红薯 还是吃下去了 看看多乖呀 陆西成同样觉得 吃那两小块红薯委屈大了 晚上要吃个小蛋糕 安慰下自己 陆母把剩饭剩菜放好 留着陆傅加班回来吃 把烧好的水灌进暖水壶里 招呼女儿洗澡 早点洗完早点睡觉 明天妈带你出去买东西 陆西成洗香香后 回房间进别墅 吃了一小瓶酸奶 一个黄桃雪妹娘 两个鸡爪 然后出别墅 坐在桌前小口小口喝热牛奶 就听到外面哒哒哒的声音 她抱着杯子走出房间 声音是从陆傅陆母屋里传出来的 房门没关 她走进去 妈 你在做什么 陆母正坐在缝纫机前 摆弄着一块布 文言抬起头来 妈给你做两件衣服 你嫂子拿来的粉色不做件裙子 不上工的时候穿 这件蓝布耐脏 坐件照衣 上工穿 她女儿大部分衣服都不适合下地穿 现在时间有限 她先给坐件照衣凑合一下 明天出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布 再买两块回来 妈 我到了乡下能穿裙子 她以为她去乡下 只能穿的涂不垃圾的 她爱美 有好看衣服不能穿太痛苦了 可以啊 不过你那么多衣服不好拿 回头妈给你寄过去 咱不用那么低调 只要不过火就行 他们家成分没有问题 只要不犯原则性的错误 没人会拿他们怎么样 上工要上 但也白不用死命干 差不多就行了 你又不指望靠你点工分吃饭 陆母娘家在乡下 知道有些知青下乡了住的不好 但干活却不怎么累的 家里会给补贴 做得少最多分的粮食少一些 比起干活把身体累坏了 她宁愿她姑娘懒一些 而且就她姑娘那张脸 就是要低调也低调不起来 陆母仔细端向了下自己女儿 你最近是不是胖了 胖 陆西成抬起一只手捂着脸 怎么可能 她把牛奶放到桌上 妈 牛奶我不喝了 给你喝 我回去睡觉 她匆匆回到房间 站到穿衣镜前 细细看自己的脸 胖了吗 捏了捏脸颊上的小软肉 手感真好 滑溜溜软嫩嫩 与其说胖 不如说这张脸 才是她21世纪16岁时候的脸 不干瘪 脸上还有婴儿肥 咧嘴一笑 还有两个可爱的梨窝 陆西成搞不懂 按理说 她穿过来就两三天 也没有胡吃海喝的 怎么也不可能 把自己吃风影了吧 只能解释她的灵魂 和这具身体已经契合了 妈妈真是的 居然说她胖 她这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真贵着呢 第11章 编个可爱的小辫吧 依旧是被歌声吵醒的早晨 陆父陆母没叫她 陆西成蒙上被子 继续睡 她还小 多睡睡还有长高的余地 等太阳透过窗帘照射到床上 她才睁开朦胧的睡眼 去卫生间洗了把脸 终于清醒过来 妈 早上吃什么呀 陆母把一杯豆浆递给她 小馄饨 你最喜欢吃的 还没下锅呢 等你姐过来再煮 你先喝杯豆浆 陆西成抿了口豆浆 跟在陆母后面走进厨房 哪来的小馄饨呀 爸爸吃了吗 陆母加了两块蜂窝煤 放进煤炉里点燃 你爸一早去饭店买的馄饨皮 还买了半斤肉 他自己没吃 这个不顶饱 他吃了一会就饿了 而且陆父饭量大 他做的这些馄饨 都不够他一个人吃的 护士人日常不吃面食 但是爱吃馄饨 尤其是这种皮 特别薄的小馄饨 所以国营饭店有馄饨皮卖 但是要早早去才能抢得到 他们做的不多 这种馄饨吃的就是皮 不是馅 所以里面的肉很少 就豆子那么大一点 陆西成和陆母说了会话 陆南飞就来了 还带着女儿 乐乐来了 姑姑抱抱 怎么没扎辫子呀 陆西成用手指抓了两下 小姑娘散着的头发 知道是要来外婆家 她不要我扎 非要让你给她输 倒省了我的事了 小姑娘害羞的把脸 埋进陆西成搏梗里 哪声哪气的说 嘟嘟渣 好看 好 嘟嘟给你扎 说和嘟嘟一样的好不好 把小姑娘抱回自己房间 放到桌前做好 陆西成找出两个黑色小皮筋 她今天给自己说的是 两个麻花辫 不过她是从额头部分 就开始编的 贴着头皮一缕一缕编进去 比传统的两个大辫子 精致很多 小外甥女发量不少 她用同样的手法编 编到最后用皮筋扎紧 发梢收进去 就非常漂亮可爱了 牵着小姑娘的手 站到镜子前 漂亮吗 乐乐摸摸自己的小辫子 抬头冲她傻乎乎的笑 飘酿 嘟嘟也飘酿 馄饨煮好了 陆南飞过来叫人 看到他们俩在那臭美 笑着走过来 看看女儿 又看她妹妹 疑惑问道 为什么都是麻花辫 你扎的就是要好看很多呢 陆西成把自己的辫子拆了 重新编了一遍给她看 从前面开始编 一股股编过去 这样就可以了 作为一个有钱又有时间的富二代 其他不敢说 如何穿衣打扮她 绝对是行家 陆南飞拆了她另一个辫子 学着陆西成的样子重新编过 她本来就不笨 第一次编还编得有些乱 第二次就编得像模像样了 陆西成看待她解脑后 一根粗辫子 手痒 姐 我也给你说两个辫子吧 我们三个书一样的 陆南飞为难 我就不用了吧 这都是你们小姑娘书的 她孩子都生了 你才二十出头 也是小姑娘啊 她姐高中毕业后 到了十八岁 就结婚生孩子了 其实比她上辈子 大不了两岁 她上辈子 那些个四十多岁的 男明星采访的时候 还自称是男孩呢 她姐怎么就不是小姑娘啊 女人至死是少女 行行行 随你弄吧 陆南飞也爱美 就一言坐下来 让妹妹倒腾 陆西成搬了椅子 让她姐坐到镜子前 把陆南飞的大辫子 拆开来疏通 分成两骨 编了两个鱼骨便 她们姐妹俩 都是发量王者 只是她给自己编险手酸 现在得了她姐姐 这么个真人羊娃娃脑袋 可不是要好好发挥一下吗 她一边编一边讲姐 姐 这个比我自己说的要难一点 你下次用乐乐的头发练练 等习惯了 就可以给自己编了 陆南飞认真听着 看着渐渐成型的两个辫子 只觉得惊奇不已 同样的一个头 同样的头发 为什么她感觉自己 真的好像年轻好几岁的样子 好了 陆西成给最后一个发烧收尾 自己打量了下自己的杰作 完美 明明没有任何一点装饰 可却比 街上那些系了红头绳 带了玻璃发卡的小姑娘 要好看太多了 陆南飞看她女儿 看她妹妹 再看谈尽忠的自己 她妹妹的手也太巧了 你这都是和谁学的呀 她就没见过别人这样输的 嗯 我自己在家闲得 没事瞎琢磨的呗 怎么样 我声势超厉害的 陆西成凑上去妖宫 对对对 你最厉害 你最漂亮了 嘻嘻 小乐乐在边上 看着姑姑和妈妈笑 不懂他们在笑什么 也脸着嘴跟着傻乐 小嘴还甜 妈妈嫖酿 嘟嘟嫖酿 乐乐嫖酿 对呀 我们是三个姐妹花 陆西成抱起软乎乎的小姑娘 亲了她一口 你们在屋里干什么呀 飞飞叫妹妹 怎么也半天没出来 陆母把馄饨都成好端出来了 看起人还在里面半天不出来 忍不住喊道 来啦来啦 乐乐我们去吃馄饨 把小姑娘抱进卫生间洗手 自己的手洗干净 再把乐乐两个小爪子也洗干净 外面餐厅 陆母拉着走出卧室的大女儿 看着不停 这是你妹妹给你扎的 比你读书那会儿还显嫩呢 大女儿五官英气 比她有点书生气质的大哥 看起来还要俊俏几分 要不是陆母一直坚持让她留长发 估计更像男孩子了 而现在书这么两个辫子 倒是难得有了几分姑娘家的交叉 以后就这么书 比你那个大辫子龄多了 妈 我还要再练练呢 诚诚说了 这头发不好书 陆南飞也很喜欢这个发型 女人哪有不爱美的呢 那就拿你姑娘恋 陆母一锤定音 陆西成抱着孩子出来 听到陆母的话 恋爱的摸摸孩子的小辫 可怜的宝宝 要沦为免费的模特了 一家人坐下来吃早饭 三个大人的馄饨是用大海碗装的 盛了满满的汤 陆母还在每个碗里加了一点点猪油 葱花 晒干的紫菜和虾皮 香得不得了 锅里还有 吃完了再去盛 煮了大概四碗的量 陆母和陆南飞每人还有个包子 陆西成不要 他一碗馄饨就够了 成成 你吃太少了 我们乐乐都吃了半碗呢 陆南飞那一碗一半都给女儿吃了 乐乐抬起头来 努力把嘴里的馄饨咽下去 挺起小肚子骄傲道 我吃多多 长高高 陆西成 心腮 他现在虽然脸饱满了 身高却没办法变 他上辈子有168 普通女生里面算是高挑的 可是这辈子只有惨兮兮的162 他缺失的几公分 要去哪里补啊 第十二章 远主的好朋友 吃完收拾好碗筷准备出门 陆西成从远主的柜子里 找出军用胯包 虽然觉得有些土 但凑合用吧 图包也是包啊 包里放了一块小手帕 这也是他从别墅里拿的 有一阵子 他特别爱收集各种各样的手帕 买了好多 各种款式材质的都有 实际都没怎么用 还是湿巾和纸巾方便 现在倒是派上用场了 走出门 小乐乐朝他张开手臂 明显是要他抱 陆西成为难 就他这个小身板 房间里抱抱还好 外面要走那么多路 他行不行啊 而且下去还要走楼梯 他从来没有抱着小孩走过楼梯的 万一要是两个人一起滚下去 那可就好玩了 陆南飞当然了解自己这个妹妹 笑了笑 走过去把女儿抱起来 乖回家再让姑姑抱 路上妈妈抱你 得 他也被带歪了 明明是小姨 现在跟着孩子一起叫姑姑了 陆西成忙凑过去亲了孩子一口 妈妈 嘟嘟力气小 嘟嘟也是小朋友呀 要是摔到我们宝宝就不好了对不对 陆母在后面把她的脑袋挪开 什么小朋友 还不害臊 都大姑娘了 去下乡正好 练练力气 你以后自己生孩子总要抱的 生孩子 陆西成惊恐的瞪大了眼睛 开什么玩笑 他才多大 上辈子他二十多了 还逍遥自在一个人 这辈子才十六岁 就要考虑生孩子了 妈 你说什么呢 我下乡去以后总要回来的呀 难不成你希望我在乡下找人嫁了 陆母也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 马上拍了下自己的嘴 对对对 他都糊涂了 可不能让女儿在乡下嫁人 不是他看不起农村人 他自己还是农村出来的 主要是太远了 他们夫妻又不了解 他们可不放心 是妈说错话了 诚诚啊 你下乡去 可千万别和人谈对象啊 等过几年回家 妈肯定给你介绍一个靠谱的 陆西成和姐姐对视一眼 无奈叹了口气 我知道了 我还小呢 才不会随随便便 给自己找个男朋友呢 男朋友 就是对象了 男性的朋友啊 妈 我要等到 嗯 二十六岁再嫁人 我还要多陪你几年呢 上辈子他可是打算三十岁 才考虑结婚的 二十六岁 他也还是个小朋友呢 话呀 有时候真的不能说的太满了 聪明的陆西成小朋友 也有被啪啪打脸的时候 今天不是休息日 家属屈人不多 一些不工作的 也去各个供销社和副食品店 蹲守物资了 当下就是这么的情况 没点关系的 要买点什么东西 就得守着 要不然很多物资到了 就被一抢而空 有票也买不到 陆西成晃悠着轻飘飘的包 在前面蹦蹦跳跳的走 乐乐小宝宝 不要妈妈抱了 也跟着他蹦蹦跳跳的跑 大小孩带着小小孩 辫子一甩一甩的 陆西成可高兴了 这是他穿过来以后 第一次出门啊 看什么都是新鲜的 上辈子 他虽然也住在护士 但是要说对这个城市有多了解 那还真没有 他本来不是护士人 上初中那会儿 因为他们 那个省高考太卷了 他爸妈为了让他考个好大学 就把他的户口转到了护士 高中做了三年好学生 每天埋头苦读 大学又有好多时间 要么是在家视频学习 要么就干脆关在学校里 虽然周末和寒暑假 也会出去浪一浪 但是那么大一个城市 怎么可能全部逛完啊 陆西成走到家属院的铁门口 外面是一条三四米的小路 对面就是普通家属区了 此时 对面门口有个比他 还要矮的姑娘走来走去 时不时往这边张望 看到他出来 马上顿住了脚步 看着他 也不说话 陆西成也看着他 穿了一件明显不合身的衬衫 可能营养不良 脸黄黄的 头发也是稀疏枯黄 也说了两个细细的小辫 陆西成摸了摸自己的辫子 哼了一声 还是他的好看 这个人陆西成可知道呢 叫刘小草 就是那个什么朝地的女儿 是园主的小姐妹 园主这个人 要说他好吧 他整天和家里人闹别扭 但要说他多坏吗 还真没有 相反 他对于朋友是挺大方的 比如眼前这个小草 园主有什么好吃的 好喝的 都会分他一点 甚至好像给过几件 他穿小了的衣服 虽然陆西成嫌弃这个身体矮 但是刘小草更加矮小啊 在这个年代 能把吃的分出去 能送穿的衣服 还都是没有补丁的 那是相当相当的大方了 而且陆西成能从 袁主的记忆里感受到 他是真的把这个人 当成自己的好朋友的 袁主为什么老是 和家里闹别扭 有一部分 就是这个刘小草说的 他本来就是个心思敏感的人 旁边又有个人 总是和他 说些若有四无的话 什么到底还是儿子 更重要啊 当兵多有出息 每天都能吃肉 下乡多么多么苦 饭也吃不饱 还有什么他长那么好看 为什么家里 不安排他进门工团之类的 感谢袁主 他现在还记得这些话 陈陈 我今天看到你弟弟 穿了一双新的运动鞋 百货商店要卖十几块钱的 你是不是没有啊 我们女孩子 就是没资格穿这种鞋子 其实他有一双小皮鞋 更贵 陈陈 我看到你弟弟 有个蓝色的胯包 真好看 你的怎么是绿色的呀 绿色太普通了 咦 君绿色不是主流吗 陈陈 你弟弟比你高了好多呀 他肯定也吃得多吧 你看我们俩都这么矮 袁主弟弟 整天跑啊跳啊的 他整天又不运动 自然胃口小 吃得少 陈陈 东青哥哥也有自行车骑 飞飞姐姐就没有 我妈说的没错 家里有好东西 还是要紧着儿子的 因为他姐和他妈一样 死活学不会啊 陈陈 听说今天你家炖鸡了 鸡腿是给云谦弟弟吃了是吗 果然 大孙子小儿子 老太太的命根子 以前鸡腿都是你吃的呢 大孙女云多小朋友也吃了呀 而且他都吃了那么多年了 换换口味吃吃鸡翅 不是蛮好 陈陈 你家谁去啊 我听说当兵可好了 你家又有关系 你弟弟马上就能做排长营长了 真好啊 本来你弟弟不去当兵的话 你可以进文工团的呀 文工团可好了 每天只要跳跳舞唱唱歌就行 还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好羡慕 如果下乡 一年就会变村姑了 我有个姐姐就是这样 下乡两年 就老了十岁呢 不过也没办法了 谁让我们命不好呢 其实他那个便宜弟弟 现在在军营 每天备训的灰头土脸 身上轻一筷子一块 还有他小叔和舅舅 都是拿命拼来的职位 他弟弟没有军工 怎么可能当营长 第十三章 前后五十年 可惜 所有的心理活动都是他第一 是来自二十一世纪的陆西成第一 至于原主当时怎么想的 他并不清楚 但根据原主原来的性格 再加上有这么个人在身边 整天阴阳怪气 原主不被影响 也很难 过去的事情 陆西成不好过多评价 不过他是拒绝和这样的人做朋友的 没有界限 也太没有分寸了 前世 作为一个要钱有钱 要容貌有容貌 要家世有家世的女孩 陆西成就不是一个随和的人 他的朋友们 聊生活聊学习 聊吃喝聊 穿衣打扮聊 哪里好玩 偶尔也会聊家人 但不会站在自己的角度 去揣测别人的想法 超过了那个度 就不好做朋友了 陆大小姐就是这么任性 陆西成重新打量对面的人 那人抿着嘴巴 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欲言又指的看着他 见他看过来 好像像很大的决心才走过来 神情殷切 诚诚 听我妈说 你们家要让你下乡了 你们家怎么能这样呢 你又不是我 我妈眼里只看得到哥哥他们 你不一样啊 你们家这么多年 都是白疼你的嘛 诚诚 我真的好心疼你 陆西成搓了搓手上的鸡皮疙瘩 好恶心 你还是心疼心疼你自己吧 你下乡 你妈给你多少钱呀 他突然捂住了小嘴 啊 不会还要让你寄钱回来吧 那也太惨了 你 我 他妈是要让他寄钱回家 但是都是下乡啊 都是一样的干活呀 有什么区别呢 陆西成才懒得搭理他 翻了一个白眼 牵起身边的小娃娃 就往前走去 刘小草没预料到 他会是这样态度 正在了原地 不该是这样的呀 以前他每次这样说 这个傻子总是会难过的哭 然后和家里闹 这次怎么不难过了 刘小草不理解 他就是极度 凭什么都是没用的女孩 陆西成就是过得比他好 他爸妈都是厂里的干部 而他爸妈却只是普通工人 工资差了一大截 他只念到小学出小家里 就不攻他了 陆西成却可以上高中 凭什么 他还有当军人的叔叔和舅舅 甚至最没用的乡下的舅舅 也能经常给他们送东西 不像他妈的娘家 只会打秋风 陆西成可以每天吃细凉 经常吃鸡蛋 每个月还能吃到好几次肉 他却连吃饱都难 他知道他爸妈没本事 但那不是他爸妈愿意的呀 他有三个哥哥 那是他们留家的根 可陆西成也是女孩啊 和他有什么两样 陆母和大女儿走得慢 刚出大门 就看到这么个人处在那里 陆母眼中流露出不喜 他不喜欢这个姑娘 总是贴着他们家 城城要吃要喝的 完了他那个妈 还要在家属院说两句 他们的家的是非 他从来没听到 这个姑娘说过他女儿的好 不知感恩 没有教养 刘小草看到陆母两个 吓得后退了两步 他平时和陆西成说话 都是背着他家里人的 今天居然没看到他们 他刚刚说的 不会被他们听到吧 他怯怯地看了他们两眼 一副被欺负的样子 陆母皱了皱眉头 拉着大女儿走了 这人简直有病 他是骂他了 还是打他了 做出这副样子 来给谁看 陆西成牵着外甥女 走到大街上 这里没有光怪陆离的 各种建筑 没有成片的高层住宅区 先进的市政设施 大型的商场 也没有五光十色的 广告牌灯牌 呈现在陆西成眼前的 是一个退去了 浮华之后的城市 肃静又稳重 暗逸中充斥着蓬勃的生机 陆西成站在街角 看到不远处 一栋米黄色的西式建筑 回首五十年前 夜上海 夜上海 你是个不夜城 华灯起 车声声 歌舞升平 西装革履的男人 写着旗袍恶娜的情人 走过停满黄包车的街头 富有和贫穷 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现在 黄蓝绿占据了主色调 事情的变迁和延续 在这个城市展现的淋漓尽致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时间节点 往前数五十年 是民国时期的护士 一箱并饮 车水马龙 往后数五十年 是新纪元的护士 灯光璀璨 跟着云长霓虹的异彩 他终会回去的 以另一种方式 换一换新天地 别有一个新环境 如梦初行 光当不远处 一个男青年 骑着自行车 屏蔽摔了下去 打断了他的思绪 他好奇地看过去 旁边的小孩 也随着他歪头看 两个人动作如出一辙 男青年一手扶起自行车 一手捂住自己发烫的脸 看姑娘看得摔了一跤 太丢脸了 见姑娘朝他看过来 他更是慌乱的话 也说不出来 他平日不是这样 可是这姑娘 实在太好看了 抬头又朝那边看了一眼 不知道是哪里不对 刚刚扶起的自行车 又光当一声摔了下去 扑痴 陆西成看他手忙脚乱的样子 忍不住笑出声来 眼波流转 樱桃唇弯弯 说不出的动人 他牵着小孩走上前 在离他两步远的位置停下 指了指他的手臂 你没事吧 你手臂擦伤了 没舍得把包里的手帕拿出来 你要赶紧去医院的 你车子没坏吧 没没没 没事 男青年这下 更是紧张的头也不敢抬 完了 人长得好看就算了 为什么声音也这么好听啊 真是要命了 诚诚 你在干什么呢 往这边走 哎 来了 想了想 他从包里拿出一块纱布 家里买了很多这种纱布 他捡了好几块做真不用 随手就可以取出来 那这个给你 稍微包一下 你都流血了 男青年没有想到 这个美的好像话里走出来的姑娘 会送他不包扎 傻乎乎接过来 那我先走了 陆西成冲他微微一笑 亲爱的外甥女便转身离开了 过了好一会儿 单立在原地半天没动的青年 才恍若从梦中惊醒一般 看着手里的纱布 毁得垂胸顿足 你这呆子呆子呆子 人家姑娘那么好心 送他纱布 他居然连一句谢谢都没有说 也没问姑娘姓什么 家住哪里 下次好感谢一下 他怎么这么蠢啊 蠢透了 第十四章 路边最美的路痴 你刚刚在和说谁说话呢 陆南飞抱起女儿 问妹妹 哦 有个人摔倒了 我看看他要不要紧 陆西成随口答道 我们下面去哪里呀 去你大嫂的店里 你好好走路 陆母扯了女儿一下 他发现这孩子今天出来 好像乡下猪圈里的小猪放出来一样 欢脱的不得了 走一步还要蹦两下 人家开心嘛 路边有马路牙子 他就绕着马路牙子跳 从左边跳到右边 和跳皮筋似的 嘻嘻嘻 小乐乐趴在妈妈肩上 看姑姑这样 笑个不停 乐乐也要积极走 不行 我是大孩子了 你还小 要妈妈抱着 陆西成勾了勾小孩的下巴 他跳到陆母的前面 那我们去买什么呀 你猜 陆西成哪里猜得着 他对自己下乡要准备什么 还稀里糊涂的 完全是心大的 买好吃的 陆母没好气地点了点他的额头 怎么就知道吃 乐乐都比你懂事 先去给你挑一块手表 这次可是你爸说的 妈带够钱了 手表 是啊 你不是一直想要快手表吗 啊 是哦 他真没想到手表上去 主要他不缺 衣帽间有个手表柜 从顶奢的百达斐 有些是他自己买的 纯看颜值 收藏款和经典款 大多是父母送的 剩下的 就是每年生日和各种节日的时候 父母的生意伙伴 还有自己的一些朋友们送的 选不出礼物的时候 送珠宝和手表 总归不会错的 富有如他 会拒绝家人 给他买手表的好意吗 怎么可能 妈妈高高兴兴 带自己去挑手表 结果自己摆着手说 啊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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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扫兴啊 而且 有新手表戴哀 谁会不喜欢 他看向自己光秃秃 白皙纤细的手腕 那 妈妈 我要挑一个最好看的 好不好吗 我就应该戴最好看的 对不对 徐静航从梦堂里转出来 眉宇微醋 神情有些烦躁 下乡是来之前就确定好的 可真的到了临出发前 往日乐观的他 不免还是有些不安和紧张 和父母一同来到这个城市 不过一个月 父亲名面上算是政府的二把手 但还没站稳脚跟 每天忙得脚不粘地 母亲约了几个父亲同事的家人 来家里做客 聊着聊着话题 就扯到他身上了 无非是那些老生常谈 有没有对象 下乡了不要被人勾走之类的 他实在不耐烦听下去 虽然很不礼貌 还是找借口溜了出来 一个人毫无目的地走着 就到了这条街上 我要挑一个最好看的 好不好吗 我就应该戴最好看的 对不对 崔田悦尔的嗓音传来 语气里带着说不出的交纵和肆意 却无法让人产生一点点的反感 仿佛这话说的天经地义 徐晋航不由抬眸望去 不宽的马路对面 女孩身穿一件雪白的衬衣 一条深蓝色长裙 脚踩一双黑色皮鞋 配白色袜子 清爽干净的 好像民国校园里走出来的女学生 偏偏 他把衬衫下摆收进裙子里 又显得腰枝鲜鲜 多了几分妩媚 徐晋航来这边前 大院里的兄弟们和他说 江南水乡的女子多么温柔软款 他不以为意 这个把月 他见过不少女同志 并不觉得有什么大的区别 现在他终于懂了 何谓无浓软语 温柔多娇 明明从头到脚 都是在肃静不过的打扮 一丝亮色也无 可他却仿佛是这边路上 唯一的那抹颜色 女孩围着个中年妇女打转 走路也不老实 一会侧着走 一会倒着走 还时不时蹦打两下 两条乌黑精致的辫子 随着他跳跃 徐晋航一个男人 不懂什么辫子的鞭发 只觉得这不断跳跃的辫子 比他此生看到的所有辫子 都要灵动 他心里原本的烦躁 都随之消散了 他举起自己的手腕 那我戴银色 好看还是金色好看呀 都好看 他在心里默默说了句 我觉得我戴什么都好看 我手好看呀 得意的都晃了晃自己的手 你修不修人 自己夸自己 抱着孩子的妇女 忍俊不禁道 难道我说错了 妈妈把我生的这么好看 还不许我说啊 女孩骄傲的一扭头 无意间转向他这边 陆夕成早就注意到了 路上行人若有若无的视线 可他从小美到大 早就习惯了别人经验的目光 不以为意 反倒陆母和陆南飞 有些不自在 气质真的能完全改变一个人 他们以前和原主一起出来过 但原主沉闷阴郁 哪有现在的陆夕成活泼明媚 注意那些个男同志 盯着他女儿想看又不敢看的目光 还有一个呆瓜看着看着 居然撞到了前面的男人 陆母真是不忍直视 生个女儿长得不好看发愁 长得太好看也发愁 妈还有多久到呀 我腿酸快到了 你才走多久就腿酸 哎不对 你不是来过几次吗 我陆痴啊 我早就忘了 陆夕成说的理直气壮 这辈子不知道 反正他上辈子就是个 确确实实的陆痴 明明地理成绩很好 可是生活中永远分不清 东南西北 大学大一大二两年 每次去教室 都要看陆彪才能找到 如果路标稍微歪一点 不好意思 那他只能瞎转悠了 有一次单独去一个农庄摘果子 出来的时候 好巧不巧手机丢了 那农庄其实离家很近 但他就是怎么走都走不回去 一个人坐在路边挖哭 最后是他八岁的弟弟 找过来把他带回家的 什么 导航 他有次在路上找个公共厕所 跟着手机导航走 明明导航说 就在他附近二百米处 可他往前往后走了半个多小时 愣是没找到 又不好意思问别人这么傻的问题 还是打了车去了 最近的商场解决 是导航不靠谱 还是他不靠谱 肯定是厕所不靠谱 第十五章 穷光弹陆大小节逛百货商店 护士人对百货商店 有个统一称谓 是百 或者百货公司 以号码命名 除了几家老字号外 大部分是解放后成立的 在陆西城前市 去过护士第一百货 解放前由华侨投资建立 九十年代中期 在他还没出生那会儿 那家店的面积 就达到了两万多平方米 号称华夏第一店 而现在他到的这家 楼层不算高 但门口有好几个 最外面门头上 大大的一排 护士第七百货商店 字样极其醒目 有几个门口 居然还有玻璃橱窗 陈列着精美的商品 陆西城跟着他妈往里走 门口悬挂着一串 三角形的小彩旗 走进去发现 这里有些像 后世他见过的展销会 画了一个区域 每个区域都有柜台 上面一块牌子 写了类别 种类远比他想象的多 开学用品 消防器材 婚礼用品 旅行包 热水瓶 糖瓷 语具等等 光是鞋类 就有拖鞋 皮鞋 运动鞋 好几个类别 而且他惊讶地发现 像皮鞋运动鞋 柜台前面都有一块空地 地上放着一面圆圆的镜子 试完鞋可以照照看效果 这服务相当可以啊 柜台里面的鞋子 也不是随便放的 他们错落有致地摆在架子上 最有趣的是拖鞋柜台 把拖鞋插在 一个个圆圆的竹边盘上 就好像一朵朵花挂在墙上一样 学习用品和婚礼用品柜台 都是在墙壁上 搭了个圆圆的架子 再把商品摆上去 好像在做什么展览活动 除了商品款式老气一点 但整体的精致程度 完全不逊于几十年后的高档店铺 在网里 有个非常大的服装区域 男装柜台 女装柜台 女士裙装柜台 毛衣柜台 分类非常细致 不仅如此 这些柜台不远处 还有个区域是试衣区 和后世用不帘子隔开的试衣间 没什么区别 连等在外面的男同志 无聊的神情 都和后世陪女朋友 逛街的男人一样 尽管不是周末 但每个柜台前 还是围着不少人 只是据陆西城观察 大多数人是只看不买的 妈 他们怎么都不买东西啊 没有票啊 所以看中了什么喜欢的 就经常过来看看 有没有被人买走 还能这样 就是这样的 1958年后 工商业逐渐向国有制 和集体制转变 国家大部分生活资料 都通过同购同销 定量供应 评票购买的方式 纳入计划分配的范围 百货公司采用的是 单一采办销售式的 自我经营模式 承担着稳定物价 保证市场供给的职能 这也是为什么 这些柜台都布置得这么精致 因为商品不多 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货物堆放 随着人流转弯 走过服装区 陆西城眼前一亮 滚滚 是一个比他人 还要高尚一些的大熊猫 圆圆胖胖的身体站在那里 憨态可居 原来这是个玩具柜台 虽然国家在88年 才将大熊猫 列为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但国人对这个颜值 萌萌哒的团团 有着特别的喜爱 整个柜台最醒目的 就是大熊猫了 好几个小孩子围着他看 陆西城握了握大熊猫的小短手 问柜台里的女营业员 同志 这个怎么卖的呀 女营业员看到他 问这个超大的玩偶 惊诧一下 不好意思 这个是不卖的 我们用来当摆设 他第一次遇到 有人想买这个大家伙的 买回去干什么 放哪里 不过你要是喜欢的话 我们有中号和小号的 大熊猫娃娃 我给你拿 陆西城听到不卖 先是失望了一瞬 然后又听有小号中号 哎 也可以呀 好的 你帮我拿一下 谢谢呀 那你是要中号还是小号啊 都要 好 陆大小姐忘了 他现在身无分文 没钱没票 就连他哥哥前两天 塞给他的20块钱 也被他放在枕头底下没拿 他还当自己是那个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喜欢一个包 可以买好几种颜色型号的 21世纪鹿家小公主 穷光蛋鹿姑娘 喜滋滋的等着营业员 给他拿大熊猫来 边上 他的母亲 蒋主任和姐姐 两脸莫名其妙的看着他 不是来买生活用品 还有手表的吗 怎么买上娃娃了 还要两个 陆南飞看看怀里好奇 瞅着姑姑的女儿 再看看扒着柜台 满脸期待的妹妹 严重怀疑 这两个人年纪是不是搞错了 营业员从柜子里 取出了两个熊猫 递给他 陆西成接过来 中号的大概和他手臂 差不多长 正正好抱在怀里 小号的手掌大小 做个挂件蛮好 两个熊猫都拿纸包好封住了 陆西成撕拉 把两个包装纸都撕开了 哎哎 营业员来不及阻止 眼睁睁看着两个娃娃 包装没了 眼前这姑娘长得那么漂亮 怎么性格那么莽撞 都不问个价格 虽然看穿着打扮不会很穷 可到他们柜台来的 娃娃包装撕掉 就必须要买走啊 我知道啊 这不是常识吗 那中号的熊猫五块钱 两张工业券 小号的一块钱 一张工业券 女营业员两眼紧紧盯着他 如果他敢扔下两个娃娃跑路 他就马上奋起直追 确认两个娃娃都没有破损 陆西成伸手掏兜 左边空空 右边空空 陆西成低头看看 他还背了个包 包里有一块 小手帕 呵呵 尴尬 眨巴两下眼睛 苗令眼营业员 营业员 微笑令 脑袋向右转九十度 看向自己的老母亲 露出一个狗腿的笑容 桃花眼弯弯 声音甜的能滴出蜜来 妈妈 蒋主任 面无表情 噗 陆南飞看了笑出声来 他以前怎么没发现 妹妹还有搞笑天赋呢 妈妈妈妈妈妈 我没钱 您帮我买吧 好不好 陆西成挽着陆母的胳膊 开始撒娇 你没钱 你还敢把人家的包装撕了 撕得还特别利落 不给人反应的时间 我忘了吗 第一次买东西啊 陆母与陆南飞与营业员 还有人能忘了自己没钱的 第十六章 购物狂奖主任 而且 我知道我是和我妈一起 有我妈在 我什么都不用操心 妈妈妈妈妈妈 你就帮我买了吧 陆母被她缠得没办法 东西都拆开了 她还真能说不要了 抓起柜台上的中号大熊猫 你东西 翻来覆去的看 可爱是挺可爱的 你喜欢 买一个就好了 为什么还有两个 陆西成把熊猫接过来抱在怀里 陆母不理解 她又指了指桌上的小娃娃 那这个小的怎么用 陆西成扯了扯自己的包 可以挂在包包上 然后呢 挂着呀 好看 陆母就离谱 哈哈哈哈 陆南飞看着他妈和他妹妹互动 简直太好玩了 抱着女儿笑得腰都挺不直了 哎呦 乐乐乐乐 小心小心 好吧 她差点连女儿都摔了 女营业员看着这对母女互动 也是笑得不行 看这位母亲的态度 肯定会给女儿付钱的 虽然她还是不理解 为什么要买两个 陆母无奈地摇摇头 从钱包里掏出来六块钱 和三张工业券 递给女营业员 麻烦你了 有没有东西可以装一下 不能一路抱着吧 我给你们拿个绳子系起来吧 于是 陆西成就看着她妈和营业员 联手用绳子绑住了两个熊猫的脖子 一端一个 她妈把绳子中间塞到她手里 拿好了 六块钱呢 陆西成 呜呜 可怜的熊猫 要被勒死了 陆母决定不给女儿瞎看的机会了 带头在前面走 姐 我要不要给乐乐一个呀 最多给一个小的 陆南飞邪腻了妹妹一眼 美好气道 你这话是真心的 是 吧 行了 咱们乐乐才不要你这个 咱们乐乐喜欢好看的东西 对不对呀 那我这个熊猫也很好看啊 颜色不好看 行吧 永远只能拍黑白照片的滚滚 也是蛮惨的 陆家大嫂在二楼 他们乘坐电梯上去 二楼和一楼是完全不同的场景 举个例子 如果说一楼是精品店铺 那二楼大部分都是原材料店铺 混纺绒线 尼绒 的确凉 棉布 狄伦 登心绒等等 大嫂曹琴在的确凉柜台 这个柜台是最忙的 外面围了一圈人 挥着手 指着柜台里的一皮皮布料 吵吵嚷嚷嚷 曹琴刚刚接待完一个顾客 抬头看到了他们 他和身边的同事说了一声 就出了柜台 妈 你们来了 他掏出了口袋里的一叠纸 递给陆母 妈 这是我找其他人凑的 有二百六十块的额度 您拿着 你们 咦 成成你买了什么呀 陆西成把中号的大熊猫抱起来 买了两个熊猫 两个熊猫 他看看陆母 陆母很端庄 看看陆南飞 大姑子想笑不敢笑的表情 最后又看看小姑子 陆西成一脸乖巧 所以什么情况啊 陆母叔叔手里的券 换到了这么多呀 是啊 找的都是平时关系好的同事 我以前也帮他们换过 互相帮忙吗 陆母点点头 行 替我谢谢他们 对了 我们中午去对面国营饭店吃饭 你记得过来 我点你喜欢吃的小酥肉 哎 好 谢谢妈 那我先过去忙了 他回到柜台里面 和他一组的赵红叶 拉着他问道 那是你婆家小姑子 怎么和以前感觉不一样了呀 嘎漂亮的 那么多人 一眼望过去 就他最白最水灵 以前就很漂亮的呀 就是最近特别漂亮 精气神不一样了 对了 中午我和你换个班啊 我婆婆请客去国营饭店吃饭 好好好 你这是什么命啊 有个那么好的婆婆 羡慕死个人了 曹琴笑了笑 没再说什么 说多了 好像炫耀一样 陆西成探头看陆母手里的券 七折券 就是说拿着这些券去买东西 可以在原价的基础上打七折 现在他们手里有260块钱的券 可以省下来78元 78元 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就二三十 这些券可以省两三个月的工资了 要不要再做深地雀凉的衣服啊 陆母走到曹琴所在的柜台前 拿起一块黄色的布料摸了摸 他自己就是做这一行的 的雀凉布料虽然很流行 他们家穿的确实不多 这个布料穿的不透气 很闷 没有棉布穿起来舒服 但是他也有优点 颜色鲜亮 而且皆是耐穿 有句话形容他 金灯又金踹 金铺又金盖 一件顶三件 不像棉布 不小心就会被撕破 女儿下乡 做套的确凉上工 倒是蛮好的 陆西成学着他妈妈的样子 也摸了摸那块布 随即摇摇头 我不要穿 这布料硬邦邦的 一点都不软和 妹妹 你下乡去 你原先那些衣服 可不适合穿到地里去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是吗 陆西成猛猛的 主要吧 他既没有下过地 也不了解布料 提不出什么有用的意见 陆母做主裁了八尺 构作一件外套一条裤子 颜色倒是让他选了 陆西成选了一块乌漆墨黑的 他妈 他姐 他嫂子 包括里面几个营业员 和外面一同看不了的顾客 都一言难尽的看着他 小姑娘什么眼光啊 这里有大红 霉红 深蓝 淡蓝 黄色 电青色 还有几块花的呢 这么多好看的颜色不选 偏偏选个黑的 选完的确凉 陆母又选了块毛腻料子 浅灰色 做一件秋天的外衣 本来他还要再裁个花棉布 被陆西成阻止了 他衣服够多了 不买不知道 原来布料这么贵 他妈买这两块布 三十多块就没了 连他这样 不是价格敏感型消费者的人 都觉得太贵了 好吧 今天没有新鲜的花样 以后有新鲜花样 妈再给你买 好好好 先把今天对付过去 把买的布 寄存在嫂子曹琴那边 他们到了一个 卖辅料的柜台前 陆母买了几根针和两卷线 还有一把钮扣 看到两个女儿 都趴在玻璃柜台上朝下看 陆母也跟着看去 咦 这些布条以前怎么没见过 林同志 这是新上的货吗 陆母经常上这边来买辅料 是老熟客了 第十七章 国营饭店吃饭饭 营业员林同志摆摆手 什么货不货呀 他随手抓了一把给他们看 和其他布匹一起进来的 说是从南方弄来的 全是这样零碎 连个背心都做不了 就放在我这卖 价格很便宜 不要票的 不要票 陆母本来是看着花色挺好看的 听到不要票 眼睛就亮了 现在城里人每人一年就三尺布票 一件衣服都不够做的 她丈夫多一点 两个加起来也不过才十尺 他们家有多的布票 多数都是去黑市买的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和他们一样 舍得做衣服 很多人家 一件衣服都要穿个十来年的 碎布头有些只有手掌大小 有长一些 却只有手指粗细 单拿出来 也就做做补丁能用 陆西成拿出一条长长的蓝色布料 材质有点像断面 这一看就是染坏了 这颜色都不均匀了 深深浅浅的 营业员有些嫌弃的说道 陆西成反倒觉得这个有种蕴染的感觉 没有唇色那么单调 这个要用在哪里呀 陆南飞凑过来看 这么细的布 做补丁都不行 做发带呀 陆西成拿起来 在自己头发上比划了一下 系个蝴蝶结 可好看了 对呀 还能这样 我怎么没想到呢 陆南飞一下被妹妹打开了新世界 结 再稍微粗一些的 可以系在脖子里 她挑了条紫色的 像这样 打个结 怎么样 很可以 我们多挑一些 回去让妈收编就可以用了 姐妹俩你一跟我一块 选得可起劲了 就连乐乐也抓了几个粉色的 拿在手里不放 陆母挑了几块相对来说大些的 拼拼凑凑 能勉强做一件衣服 冬天穿里面看不出来 等几人挑选完放一起 大大一堆 营业员帮她们拿个绳子捆了起来 算算价格 才三块钱 妈 下次再有这种 我们再买一些 用处可大了 营业员笑起来 好 下次再有 我给你们留着 布料区域买完 陆母带她们直奔日用品区 把其他东西买了 手表下午来买吧 陆西成点点头 反正她没钱 没钱没有话语权 橙橙香皂 喜欢什么味道的 自己挑 肥皂都一样 多买些 陆母霸气一挥手 现在洗头发和洗澡 统一都是用香皂 洗发水根本没有 陆西成挑了两块玫瑰香味 和两块茉莉花香的 她别墅里洗发陆沐浴露 还有很多 短期内肯定够用 她上次试验后发现 别墅里所有的食物类 第二天都会复原 但日用品 包括洗护用品 卫生用品等用了 就没有了 好在 她平时囤货多 省着点 能用挺长时间 陆母给她挑了两块硫磺皂 和四块肥皂 接下去到卖雪花糕的柜台 在这个年代 雪花糕就是最好的护肤品 好几个年轻的女人 在柜台前挑选 其实没几种可以选的 陆西成一眼看过去 百雀灵 有一排 雅霜 护士女人 还有隔离油 这种奢侈品 当然是没有试用装的 原主有 她虽然没有用过 但是上一世 她听外婆和奶奶说起过 这几个牌子 最高档的是雅霜 作为国货代表 还走出了国门 给国家创造外汇 历史最悠久的 试试效果 好用下次再买 陆母结了账 又给她买了牙膏牙刷和毛巾 陆西成原本空荡荡的 包装的满满当当 妈 差不多了吧 我有点饿了 陆西成靠在大厅的石柱上 揉了揉肚子 早上吃的馄饨消化了 小肚子空空的 乐乐下地学着 她也揉了揉小肚子 乐乐也饿了 陆母想了想 有些家里有的不用买了 还有些不方便拿的也不用买 行 那去吃饭吧 你嫂子快下班了 我们先过去 最近的国营饭店 就在马路对面 他们到的时候 店里人不多 里面的桌子是正方形的 一张桌子 四条长凳 他们找了位置坐下 陆母去点菜 你看着乐乐 我去倒点水 靠墙的长桌上 有热水壶和茶杯 陆西成把小姑娘 抱到腿上坐着 看陆母点了菜回来 妈 我们中午吃什么呀 点的不多 随便吃点 晚上去你爷家吃饭 你爸爸买了你最喜欢的虾 妈给你做虾人鸡蛋 陆西成咽了咽口水 他现在就想吃了 陆南飞拿四个杯子过来 爸爸买不买盐水鸭 我想吃鸭肉了 陆西成文言 又咽了咽口水 他也想吃 你爸说看到有就买 城城下乡后 这些都吃不到了 陆西成 要不要这样戳他心窝子 聊了几句 曹琴就过来了 正好菜也好了 陆南飞和曹琴去端菜 陆西成抱着两个大熊猫和外甥女丸 妈 这两个熊猫 我可以带乡下去吗 它有别墅 放别墅里就行 不过明面上的东西 陆西成讨好的笑了笑 姑嫂俩端着菜回来 陆母点了一份小酥肉 一块扣肉 一碗白菜咸肉汤 他们几个人吃差不多够了 主食就是白米饭 陆南飞拿小碗成了半碗饭 倒了点扣肉的汤汁 再加点肉 进去搅拌搅拌 为女儿吃 扣肉虽然只有一块 但一块有手掌大小 煮的时候用草绳记住了 吃的时候把绳子解开 用筷子轻轻一夹 肉就一分为二了 他们四个大人 一块肉分成四块 陆西成看着碗里 满满的一碗米饭为难 妈 我吃不完 给你点吧 陆母把碗伸过去 你这胃口 下香了可怎么办啊 陆西成很光棍 我肯定不会把自己饿死 妈 你就放心好了 曹琴喝了口汤问道 我那还有几张糕点票 你要不走的时候 买点沙奇马和饼干带上 陆西成忙摇头 不用不用 我拿不动的 嫂子家的糕点票 肯定给两个孩子准备的 她怎么能和孩子抢吃的呢 拿两个熊猫拿得动 拿点吃的拿不动 几人又回到了百货商店 这次就一个目的 买手表 手表这类高档品的柜台在三楼 这里除了手表 还有自行车 收音机 甚至还有电视机和留声机 嫂子 这里还有卖留声机啊 这真的是七十年代 她别是穿到民国了吧 曹琴摇摇头 我也不清楚 我很少上来 不过听说这个留声机 在电台业的时候就有了 这么多年都没卖出去 陆西成点头 卖不出才是正常的 留声机配合古典音乐 跳曲华尔兹 这年头谁搞这玩意儿啊 别说留声机了 这两台电视机也放好久 电视机票太难弄了 她公共那么高工资 买台收音机也费了好些劲 才弄到票的 这年头的四大件 自行车 手表 缝纫机和录音机 在护士 最好买到的就是自行车 效益好些的单位 年底的时候会发几张自行车票 没有自行车票 攒够了一定数量的工业券 也可以直接买 其他三样相对来说 买起来难一些 必须要对应的票证才能买 他们走到手表柜台前 现在手表品牌不多 护士牌 海鸥牌 东风牌 还有一款进口的梅花牌手表 在这里买梅花牌手表 不需要外汇券 但是价格比在外汇商店买要贵上一些 陆母直接看梅花牌的手表 成成 你看看喜欢哪个 陆西成低头看去 相比后市款式更加精致 功能更加全面的手表 这个时候的表 有种反扑归真的味道 营业员是一个40岁左右的女人 看他们四个女在看表 便主动问道 手表是这个小姑娘戴吗 对 给我女儿买的 拿出了一只地过来 对陆母说 看看这款怎么样 这只很适合小姑娘戴的 你女儿长得白 手腕又细 戴上很灵的 要不要试试 现在的表没有明确的男女区分 就是表带粗细和表盘大小不一样 陆西成仔细看了看 很简单的设计 表盘12点下方 有一个红色的梅花图案 6点上方镶嵌了一颗小小钻石 再无其他装饰 曹琴帮他把手表戴上去 趁着他雪白纤细的手腕 本来还显得有些阳刚的手表 瞬间变得秀气了几分 就连银色的表带 都好像变得更亮了 营业员看看小姑娘的脸和手 心说 别说梅花表 哪怕是最普通的手表 给这姑娘戴上 估计都要比原来好看很多 陆母看着女儿的手相当满意 哪怕价格贵一些 就冲她女儿戴的这么好看 那也要买 就要这款了 同志 多少钱 230块 再加一张手表票 旁边也有几个人在挑手表 纷纷倒抽一口凉气 230 这也太贵了 他们看的这几块 只要100出头 他们还嫌贵呢 陆西成先前不了解 但看了其他人的反应就明白了 这价格不便宜 悄悄拉了拉陆母的衣服 小生说道 妈 是不是有点贵呀 脸微微发红 两辈子第一次购物的时候 因为价格贵不买的 没事 妈带够钱了 你爸说了 让你选一只自己喜欢的 别下了香 还埋怨他小气 真的啊 我还骗你呀 你问问你嫂子和你姐 他们结婚的时候 你爸什么没给值半 他的手表虽然没有小姑子的贵 却是丈夫攒了大半年的工资买的 意义不一样 陆西成把手举起来转了转 这块不那么精致的手表戴久了 看着也蛮好看的嘛 那我就要这块了 他揽住陆母的肩膀 妈 你对我真好 你是我女儿 妈当然要对你好 陆母笑着拍了拍女儿的手 就这样戴着吧 戴戴习惯 别拿下来了 好 陆西成答应一声 心里却在想 我也不知道 我算不算你的女儿 原来的陆西成真的死了吗 如果没有 她会不会去了她的世界 要是这样就好了 陆西成没太纠结 他们对她好 即便她不是他们家的孩子 她以后也会报答的 更何况 她用的人家孩子的身体 是与不是怎么说的轻呢 买完手表 今天的任务就基本完成了 小乐乐困得趴在妈妈怀里 不停打喝钱 曹琴下楼去上班 他们三个则先回家 回到家 已经下午两点多了 陆南飞陪女儿去睡觉 陆东青原来那个房间 里放了个小床 给他们偶尔休息用的 陆西成也回房间睡觉 陆母没有午睡的习惯 她要尽快把女儿的衣服赶出来 陆西成换上睡衣趴在床上 怀里抱着大熊猫玩偶 把玩着新买的手表 不一会儿 她跑进别墅 找块绒布 把手表字字细细擦了一遍 包裹起来 放到枕头边上 然后伴随着老师缝纫机 哒哒哒的声音 进入了梦乡 梦里 有一个和她相似的声音在说话 帮我照顾好他们好吗 照顾好谁 谢谢你让他们这么开心 我从来都只让他们操心 他们是谁 这边 我和他们坦白了我的来历 他们找了心理医生开导我 我知道我以前不好 以后我会改的 他们很想你 我也很想他们 我爸爸上班很忙 他对哥哥很严肃 对弟弟很严厉 可对我和姐姐 却从来没有一句重话的 我妈妈特别能干 不仅工作上厉害 他做菜也好吃 还会做衣服 他比别人的妈妈都要好 我哥哥 我姐姐 我弟弟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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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爸妈妈说你那个房子好奇怪 他们进去就会在里面鬼打墙 几分钟就被送出来了 就算这样 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每天还是会去看看 他们买了边上的房子 就住在那里 你弟弟说 以后要去研究时空穿越技术 好厉害 不知道我以后 有没有机会再回去 我又开始上学了 我只能从初中开始学 他们给我请了好多老师 好难啊 我都不会 我想回家 乌乌第十九章 去爷爷奶奶家蹭饭 成成 起床了 我们要出门了 陆西成揉着眼睛 从床上坐起来 他好像做了个梦 有人一直在他耳边嗡嗡说话 中间还哭了 说了什么呢 房门被推开 一个小小的脑袋探进来 嘟嘟 起床 陆西成甩甩脑袋 不管那个梦了 好 乐乐帮我拿下衣服好不好 乐乐殷勤的给他把衣服送到面前 陆西成把自己收拾好走出房门 木姆提了一个大大的篮子 从厨房出来 就等你了 帮妈拿点东西 你要拿篮子 还是拿那只鸡 拿篮子 他一把将篮子拎过来 或 好沉 行不行啊 你要不拿鸡 篮子可沉了 我不 你拿鸡 他小时候被鸡啄过 可怕这类动物了 陆西成两手提着篮子 吭吃吭吃下楼 妈 为什么还带南瓜呀 就这个南瓜特别重 带过去给你爷爷吃 他爱吃这个 陆母和陆南飞走在前面 看女儿在后面走为慢吞吞 脸都红了 摇摇头 你行不行啊 不行还是给我吧 我可以的 陆西成呼出一口气 快走两步 他才不是那么没用的人 陆母没再说什么 有心想锻炼下女儿 于是几个人走走停停 陆西成一会左手拿 一会右手拎 一会两个手一起上 后来不知道怎么想的 把南瓜放在地上滚 他用脚踢 陆母和陆南飞 看他折腾来 折腾去 虽然花了很多时间 最后还是折腾到了 都松了口气 天知道 他们这一路上憋得多难受 还不如自己拿呢 小乐乐倒是欢快得很 在他滚南瓜的时候 非要下地和他一起滚 果然 一路上这一单个 等他们到的时候 陆大哥一家 比他们先到了 陆云谦和陆云朵两个小朋友 看到姑姑和小妹妹 滚着南瓜过来 迫不及待地跑过来 姑姑 南瓜怎么在路上滚 陆西成甩甩酸疼的胳膊 因为南瓜是圆的 所以要在地上滚呀 是那种长条形的南瓜 底部圆圆的 可以滚的 我在家滚过 陆云谦懂事地 把姑姑的篮子接过来 陆西成摸摸他的头说道 我们小千真棒 是个小暖男 陆云谦不知道暖男是什么 听起来是好话 便腼腆地笑了 陆西成走进陆爷爷家 这是一个两层的小楼 外墙浅黄色水泥拉毛墙面 红瓦坡顶 二楼还有个小小的阳台 典型的西班牙式建筑 原本陆爷爷是 怎么都不肯住在这里了 后来是政府报到军区 军区那边过来 做了陆爷爷的思想工作 他们才住的 每个月坚持交十块钱的房租 院子里养了几盆花 陆奶奶拿着水壶在浇花 陆爷爷在边上看着 一边看一边蓄倒 你这个水浇多了 你看都溢出来了 你这么能干 怎么没把我的兰花就回来 陆爷爷一脸委屈的 看着陆奶奶 那都死了 我还咋救啊 你肥料放多了 根烂掉了 肥料我都藏起来了 你自己找出来放的 好好好 我不说了 你儿媳妇来了 我去杀鸡 陆西成抱起南瓜 看看坐到石桌前的陆奶奶 再看看陶一样 拎着鸡去屋里的陆爷爷 他们家这话疯 不太对呀 妈妈 爷爷奶奶是吵架了吗 陆爷爷人比他爸爸还要高一些 而且上过战场的人 都有一股煞气 看着怪不好惹的 陆母笑了笑 他刚开始看到 他公公也挺怕的 后来才知道 他在他婆婆面前 就是个直老虎 放心 他们不会吵架的 他公公每次喉咙一响 只要婆婆半天不和他说话 他就自己过去认错了 大哥陆东青和陆爷爷 一起在后院杀鸡 陆母领着儿媳妇和女儿 准备做菜 几个小孩在院子里玩 陆奶奶看着想帮忙 正好陆国平下班过来 看到他妈要进厨房 忙把人拉住 妈 您坐着 陆奶奶怀疑的看了儿子一眼 陆爷爷举着菜刀冲出来 臭小子 敢嫌弃 你妈做菜不好吃 活腻胃了 不是爸 我没有 我就是怕妈累着 陆国平俯 他什么也没说啊 哼 不是吃你妈做的菜 你能长那么大 骂了儿子两句 他又跑回去杀鸡了 陆国平 他还真不是 吃他妈做的菜长大的 小时候吃外公做的 后来吃军区食堂 结婚后吃媳妇做的 陆奶奶作为一个出色的军医 是无可挑剔的 但他有个别人都不知道的槽点 手残 他喜欢养花 偏偏养什么死什么 后来他学别人种菜 可是种出来的菜居然是苦的 这也就算了 大不了不种了 可他做的菜还是苦的 陆爷爷说是因为陆奶奶年轻的时候 学了几年中医 把手学苦了 所以做什么都是苦的 陆爷爷没办法 家里偶尔会有朋友同僚 或者领导来 总不能招待人家吃苦菜吧 于是 堂堂一个军区首长 在下属面前严肃震惊 说一不二 回到家杀鸡 在于烧火做饭 样样拿手 陆奶奶手残 归手残 可他勤快啊 他可喜欢下厨了 现在他又不上班了 每天就在家里给陆爷爷做吃的 陆爷爷苦啊苦的 也就吃习惯了 知道你们要来 我一早就给你们做了绿豆糕 来 你们尝尝 陆奶奶端着一盘绿豆糕出来 招呼孩子们吃 三个小不点犹犹豫豫豫 太奶奶什么都好 就是做的东西好苦啊 但是不能不吃 不吃太奶奶会伤心 陆西成拿了一块绿豆糕 说实话 味道先不说 这糕点颜值相当高 小小圆圆的一块浅绿色 上面还有一个树叶的花纹 怎么样 好看吧 你也给我刻的模具 现在只有绿豆 以后有机会 我可以做红豆糕 枣泥糕 他也拿起一块 刚要准备吃 突然想到了什么 转身进了礼屋 然后端了一个小碗出来 蘸着白糖吃 就一点也不苦 他也知道自己做的东西苦 就想了这么个办法 第二十章 不爱吃鸡皮的祖孙 陆西成没蘸白糖 尝试着吃了一口 瞬间小脸皱了起来 果然好苦啊 明明口感很好 绿豆摸得很细 为啥吃起来这么苦 放什么呀 可怜巴巴看向他奶 他奶这个手太神奇了 呵呵 吃苦的对身体好 下火 你再站堂试试 陆西成在老太太 期待的眼神中 又站着白糖吃了一口 嗯 这下好吃了 苦中带甜 甜中有苦 奶奶 这下好吃耶 陆奶奶开心的笑了 笑容和小姑娘一样 陆西成看着她 热情的像几个孩子 推荐她的绿豆糕 在这个年代 在这样的年纪 还能活得像陆奶奶般 乐观单纯 真的是不容易 她突然对陆爷爷 那个外表汹汹的老头 很是佩服 每人吃了一块 陆奶奶就把她的绿豆糕 端走了 不给多吃 然后她又拿出一个纸袋子 妹妹 你看看 这是我给你做的鞋子 你爸说了 给你安排到东北那边 还说给你准备了双棉鞋 被我骂了一顿 你妈没去过北方不知道 她可是连苏联都去过的 东北那个笼 鞋就在屋里穿穿 说着 她拿出她准备的鞋子 陆西成眼睛一亮 啊 你别看样子不好看啊 穿着可比免鞋暖多了 我特地让你爷爷 找的牛皮和羊皮羊毛 你看看 喜欢不 她虽然做菜不行 但是针线活很好的 只是这个牛皮不好做 她做这个鞋 还费了好几根针 陆西成把鞋子接过来 这不就是厚实的雪地靴吗 里面厚厚的一层羊毛 看着就暖和得很 她奶奶还特别有童心的 在两只鞋子上 可绣了一只黄色的橙子 奶奶 我好喜欢这双鞋子啊 好漂亮 纯手工独家定制有没有 喜欢就好 这个笛 我都用了一层牛皮 你只要不是去踩水坑 里面都不会湿的 对了 还给你做了副手套 你等等 老太太快速地进屋去 又拿个纸带出来 看 羊皮手套 里面也是羊毛的 这样就不用怕动手了 这次她没有绣橙子 而是做了四个小橙子 一边两个挂在上面 陆西成捏捏毛茸茸的小橙子 太可爱了 她奶奶也太可爱了吧 一低头 三个小不点齐刷刷 抬头看着她手里的手套 陆西成马上把手套藏到身后 这是我的 我一个人的 奶奶送给她的 小乐乐 小橙子好好看 想吃 朵朵 小橙子好好玩 想捏 云谦 姑姑还是和以前一样幼稚 快开饭的时候 陆南飞的老公 颜红一过来了 风尘仆仆 大包小包的 我先回了烫家 家里说菲菲和乐乐在这边 我就马上过来了 爸妈 爷爷奶奶 这是我这次带回来的一些吃的 还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她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还穿着列车员的制服 陆母白白手 你坐着吧 火车上肯定没休息好 这黑眼圈重的 颜红一摸摸自己的眼睛笑了笑 列车员这工作 看起来光鲜 但实际上吃的不规律 睡觉每次都只能轮换着蜜一会儿 也很辛苦的 而且一走就是好几天 根本顾不上家里 看着靠在妻子身上 看着她的女儿 颜红一蹲下 伸拍拍手 乐乐 来 爸爸抱 乐乐好奇的瞅着 这个长了点小胡子的男人 再看看自己的妈妈 仿佛在问 这个是爸爸吗 为什么长得不一样了 陆南飞走过来揉揉女儿的头 你不是天天念叨着爸爸吗 爸爸回来了呀 真的是爸爸呀 乐乐向前跑了两步 站到颜红一身前 仔细的辨别了一下 真的是爸爸 她一把扑向男人 爸爸 哎 爸爸的乖女儿 抱着怀里柔软的小身子 颜红一抬头看向妻子 菲菲 辛苦了 他们少年相识 相知相爱 感情甚度 每次分开几天 回来总觉得在一起时间不够 连她妈都说他们 结婚好几年了 比读书那会儿还腻歪 陆西成羡慕地看着 哎 她也好想扑向爸爸怀里呀 她那对大忙人爸妈 有没有想她呢 转头 看到她妈端着盆子出来 马上窜过去 妈 我帮你呀 哼 她还有一对爸妈呢 才不要看他们夫妻恩恩爱 狗粮吃饱了 还怎么吃饭 素眷 我来我来 这个太烫了 你去端鸭子 那个冷的 陆国平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急走女儿 把一大盆鸡汤端走了 陆西成 还有完没完 今天是狗粮发放日怎么滴 狗粮要吃 晚饭也要吃 几个男人在院子里 摆了张大大的桌子 晚上就在外面吃 要不是这个房子 外面有高高的围墙 他们也不敢这样 今天一桌菜太好了 虽然是难得这样吃的 但给人看到总归不好 笋干鸡汤 虾仁炒鸡蛋 豆角肉片 青炒焦白 红烧排骨 清蒸芋头 虾头海带豆腐汤 清蒸鲈鱼 香煎豆腐干 还有陆父买回来的盐水鸭 和蜜汁糯米藕 满满当当摆了一桌 女人和小孩 每人还有一杯北冰洋汽水 男人开了一瓶白酒 他们吃饭规矩不大 等老人冻快后 就各自吃起来 陆西成给自己盛了碗鸡汤 饭前先喝汤 陆母起身把鸡拆开 爸妈 你们要鸡腿吗 陆爷爷摇摇头 我不要 给你妈留个鸡翅 鸡腿给妹妹吃 陆母把一个鸡腿 放进女儿碗里 她这只鸡买得特别大 陆西成看着碗里的鸡腿 皱起了小眉头 鸡腿很香 但是皮好肥啊 她平时吃鸡 除了炸的和烤的那种 一般都不爱吃皮 咸油腻 陆母见女儿盯着鸡腿不动 好奇问道 怎么不吃 你不是最爱吃鸡腿吗 以前还和几个小孩 抢鸡腿吃 陆西成心虚地看了眼周围 没人注意她 她凑到陆母耳边小声说道 妈 鸡皮好肥 我不想吃鸡皮 不是越肥越好吃吗 陆母瞅着女儿 以前没这毛病啊 陆西成冲她眨巴两下眼睛 没等说什么呢 就听另一边的陆奶奶开口了 我也不爱吃鸡皮 妹妹 你把鸡皮撕下来 给你爷爷吃 他就爱吃皮 第21章 爷爷奶奶的往事 这样不好吧 陆西成犹豫地看了眼陆奶奶 又瞄了眼陆爷爷 老头严肃的脸上 看不出一丝表情 只是亲手加了个鸡翅 还是给他脱皮 鸡翅皮不比鸡腿 并不好撕 等他撕完 整个鸡翅看起来刻沉急了 他把丑巴巴的鸡翅 放进陆奶奶碗里 陆奶奶满意地看了一眼 慢慢吃了 一桌人看得目瞪口呆 陆国平筷子上的蜜汁藕 滴到了桌上 妈 我们怎么不知道你不爱吃鸡皮 陆爷爷把碗里的鸡皮塞进嘴里 你妈一直就不爱吃 只是没好意思说 爱吃鸡不爱吃皮 孙女这点和他老伴一样 妹妹 把你那皮也给我吧 哦 陆西成呆呆愣愣的 机械地把鸡腿皮撕下来 放进爷爷碗里 哎呀 他以后 一定要找一个帮他吃皮的男人 什么时候出发 时间定了吗 陆爷爷问 后天上午十点的火车 陆国平擦了擦桌子 回答父亲 行 奶粉票我弄到四张 你们买好了带去吧 这个虽然是全国券 但小县城不一定买得到 陆国平点点头 还有 陆爷爷又转向孙女 你带几本书过去 下了香也不能忘了学习 陆西成啃鸡腿 啃得不亦乐乎 文言抬起头来 带书 陆奶奶也说道 是啊 我们国家不会一直这样的 现在大学不开课 招那么几个工农兵大学生 有些人小学都没毕业 就去上大学了 能读个什么出来 我觉得不出十年 就会出来新的政策 你下了香 偶尔也要看看书 至少以前学过的东西 不能忘了 这样一旦有了机会 马上就可以上去 陆爷爷附和 没错 学习不能松懈 虽然现在环境不好 但文化人就是文化人 你奶奶为什么退休了 还有那么多大医院 过来请她去讲课 就是因为她有文化 陆爷爷不会说 让孙女下了香 要多多吃苦 要勤快下地 每天拿多少公分 这样的话 她自己是苦出身 小时候乞讨过 帮别人做过苦力 放过牛也下过地 后来要不是她的小姐 也就是陆奶奶捡刀她 她都不知道 自己会不会活到现在 陆奶奶在民国时期 是大富商家的千金 她捡到陆父后 便让她跟在身边 做个小丝 陆爷爷的名字 都是陆奶奶给取的 随她姓陆 陆奶奶少女时期 上的西式的学堂 空闲时间会教陆父 认识几个字 少男少女朝夕相处 难免暗生情愫 可当时的陆爷爷 就是个无父无母 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下等人 心里在如何爱慕小姐 也知道自己是配不上的 唯一能做的 就是守着她 陆老太爷就一个宝贝女儿 哪能看不出女儿的心思 就观察了陆爷爷一段时间 发现这个小子性情坚韧 做事有勇有谋 还有一骨子很近 但对女儿 却是百依百顺的 当时时局已经非常乱了 各处战争频发 陆老太爷敏感地意识到 会有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当即变卖了大半家产 遣散家仆 陆爷爷知道这是他的机会 果断投身革命 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热血 参加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 最后以一个军官的身份 娶到了她的小姐 陆奶奶大学念的医科大学 嫁人后从跟着丈夫 在后方做战地医生 陆爷爷本可以爬得更高 但为了照顾妻子 放弃了很多次立功的机会 所以陆爷爷的观念 和当下很多人都不一样 他觉得每个人 能吃苦的点不一样 难道他妻子年轻时候 学医不是吃苦吗 就人的时候 几天不眠不休 不是吃苦吗 他一点都不觉得 孙女不能吃下地的苦怎么了 陆西成自然不知道爷爷的想法 他只感叹 两个老人家太有远见了 他记得前世看到过一组数据 到明年 也就是72年的时候 在京城的十多家高校中 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不到20% 里面的学生文化程度太低 这些学生 不说去研究科学技术 就是连听课都听不懂 人才严重断层 所以在77年的时候 国家开始恢复高考 爷爷奶奶 我知道了 我会把高中的教材都带上的 一定不会忘了学习 陆西成乖巧地回道 这辈子的爷爷奶奶 和上辈子家里的四个老人一样睿智 这顿饭吃了一个多小时才吃完 吃完天都半黑了 收拾好碗筷后 便各回个家了 陆父推着自行车 陆西成挽着陆母的手臂 一家人朝家里走去 可能喝了点酒的缘故 平日里话不多的陆父今天特别虚道 一路上说个不停 妹妹 你别怪爸爸 要不是你弟弟跑了 爸爸怎么舍得让你下乡呢 小兔崽子 下次回来 我一定要打死他 妹妹 你到了那儿 就过自己的日子 缺什么和爸爸说 咱们不求别人 有些男之亲到了乡下 就会骗女孩子 你可不能上了他们的当啊 你爸爸 我还是大学生呢 什么有文化的知青 连你爸都比不上 不要理他们 还有那些乡下的小子 家里七大姑八大姨的 你数都数不全 我们家妹妹 不能去那样的人家 你要一个月写一封信 打一个电话回来 不然你妈会想你的 陆母白了丈夫一眼 感情你不想啊 陆西成在一旁 无论老父亲说什么 他都回答好 要走了 让人高兴高兴 而且他爸爸说的也没错呀 他还小呢 不能这么早早被人骗走了 夜色渐深 被陆父勾起一丝惆怅来 他才刚开始适应这里 又要马上离开了 远方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呢 看着身边挽着他的母亲 和喋喋不休的父亲 陆西成挖了嘴角 无论怎么样 他已经比大部分人都幸运了 不是吗 第二十二章 收拾行李 回到家 洗漱过后 各自回房间休息 陆父拿出口袋里的钱包 给陆母看 老爷子给了两百块 陆母文言惊讶地抬起头 咱爸怎么给这么多呀 他以为最多给一百呢 应该是妹妹今晚 让老太太高兴了 你知道的 咱爸呀 老太太高兴他就高兴 正因如此 他们家的男人 从他和他弟弟到下一辈 都对妻子很尊敬 陆母点点头 妹妹最近是懂事很多 东青和南非都给了五十 这样算上我原来准备的两百 还有知青办补贴的五十 加起来有五百多 你准备两百让他带着 剩下的钱过几个月 每个月会一点 我知道了 你后天上午能请假吧 送妹妹上火车 我一个人可搞不定 我提前说好了 新买的机器前期调试完成了 我不再一天没关系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普通员工请一天假 没什么影响 他这个总工程师 有时候真的是走不开 他拍拍妻子的手 放心 咱们妹妹不会吃苦的 那刚才是谁 叨叨个没完 陆母没拆穿他 我明天下班去把奶粉买了 你明天早上别叫他了 让他好好睡个懒觉吧 以后不知道还能不能睡 咱姑娘就爱睡懒觉 陆福恩了一声 帮妻子噎了噎被子 好了 别多想了 他要是真的坚持 不下去会自己说的 到时候咱们再想办法 夫妻俩心事重重的睡下了 另一边 陆西成也在盘点自己的小金库 除了大哥给他二十块外 他又在柜子和桌子抽屉里 找到了零零碎碎的十块钱 也就是说 他现在一共有三十块 拿出他让陆母给他做的 小橙子钱包 把钱都塞进去 满意的拍了拍 他总算不是穷光蛋了 他又把陆奶奶送的鞋子和手套 翻出来看了看 鞋子里面的毛好厚实 软乎乎的 他好喜欢 摸着摸着 咦 这里面怎么还有东西 拿出来一看 居然是一叠钱 卷着塞在鞋头的位置 陆西成数了数 有五十元 还有一张纸条 一型捐秀的字 奶奶悄悄给的 别给你爸妈知道 陆西成失笑 这老太太 他把钱整理好 塞进小钱包里 扁扁的小橙子 瞬间变得鼓囊囊的 去卫生间洗了洗手 抱着他的大熊猫 甜甜的睡去 熟悉的起床歌声响起 陆西成翻了个身继续睡 他爸妈没喊他起床吃饭 还早呢 肚子好饿啊 直到肚子传来咕噜噜的叫声 他才睁开眼睛 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 夏末的房间热轰轰的 几点了呀 怎么没人叫我吃饭 拿起枕边的手表 看了下时间 九点四十 揉了揉睡的乱糟糟的头发 走出房门 整个屋子静悄悄的 就剩他一个 餐桌上盖着罩子 早饭被陆母用碗盖着 还有余温 陆西成一边喝粥 一边看陆母留下的字条 早饭在桌上 妈妈做了两个菜 午饭你自己蒸点米饭 柜子里有你两个舅舅 送过来的一些吃的 他打开柜子 里面有两包真空包装的板鸭 一包肉干 两袋虾干 一包大白兔奶糖 还有一个橘子罐头 和一个荔枝罐头 这些东西昨天没有的 看来是大舅二舅家送来的 他没动包装好的板鸭 只拿了一个虾干吃 没有包壳 便咬了一口 脆 鲜 好吃 这肯定是大舅舅送来的 满满两大包 大舅舅自己攒不到这么多 估计是和人换的 吃了几个虾干 洗了碗筷 回到房间打开了原主的课本 语文 代数 平面几何 立体几何 物理 动物学 植物学 化学 政治 学科不少 陆西成大概翻了翻 除了政治外 其他的内容大致都学过 高中的内容 比他以前的高中内容简单很多 心里悦目有了底 作为一个经历过高考的 21世纪大学生来说 他并不想再去参加一次考试 但是想不想和能不能考上是两回事 万一他想考了却考不上呢 太丢重生人士的脸了 把书扔到一边 趴到床上抱着熊猫玩 他都会了 学习什么的 以后再说吧 晚上 陆母回家的时候 陆西成正在厨房里忙活 在他用光了一整盒火柴后 终于学会了怎么生煤炉 他高兴地蹲在炉子前烧水 陆父加班 母女俩简单弄了两个菜吃了 前几天吃得太好 家里没存货了 饭后 十五寸左右 手提示 相当复古 你爸去年新买的箱子 让他用旧的 这个新的给你 陆父的工作 有时候需要出差 旧的箱子用了十几年了 一条被褥一条被子 床单和枕头 再加几套换洗衣服 全部用包袱装好 箱子里放鞋袜 洗漱用品 一个大堂瓷杯子 一个饭盒 妈 还有我的熊猫 还有书 东西好多啊 好在箱子够大 全部能塞进去 陆母编了个红绳 把两个钥匙穿进去 挂在女儿脖子上 钥匙我多磨了几个 还有一个放口袋里 千万别丢了 好 要不妈再给你 装个脸盆进去呀 你第一天 怎么洗脸洗脚 不要了妈 我拿不动 这两个就好重了 陆西成没说假话 她的行李不算多 但对于她 这个小身板来说 真的是很难拿了 她打算 路上有机会 就放一部分 到别墅里去 要不然到了那里 她一个人要咋办 陆母也没办法 她倒是想亲自 陪着女儿去呢 但没有介绍信 根本连事都出不了 她又拿出一叠钱 这是两百块钱 五十你带身上 五十放包里 五十放箱子里 还有五十 我给你藏枕头里 你总不会那么倒霉 全丢了吧 陆西成 妈你可不可以 不要那么看不起我 这些票 你爸给换的 工业券 粮票 糖票 副食品票 棉花票 布票 你放包里随身带着 到了那里 需要什么就买 不够妈再给你系 你的衣服鞋子 妈也给你系过来 知青下乡第一年 是不允许回乡探亲的 所以女儿这一走 至少要两年见不到 陆母恨不得 把家都给游寄过去才好 寄东西慢 如果那边太冷 你就自己买两件衣服穿 买点棉花 合不着老乡坐也行 对了 陆母匆匆跑到屋外 把那一堆吃的全拿过来 东塞西塞 全部塞进了两个行李里面 只留了一包虾干在外面 陆西成都不知道 他妈那么会收纳整理 妈 你们不留一点吗 她坐在床边 完全没有动手的余地 勤快的老母亲 再去买就行 陆西成晃着小脚 妈 罐头好重啊 玻璃会不会碎呀 碎倒是不会碎 你表姐厂里 做的这个水果罐头 玻璃特别厚实 你要是嫌重 就路上吃了 这个东西不好邮寄 奶粉记得每天晚上泡来喝 妈没给你买卖乳精 你奶奶说 那个没什么营养 哦 妈明天给你包里 再放点水果糖 要是路上其他人 分给你吃的 你回送人家两颗水果糖就好了 奶糖留着女儿自己吃 哦 陆西成趴在床上 无精打采的 好了 妈不打扰你了 晚上好好睡一觉 明天妈叫你 幸亏护士有火车站 有些小县城赶火车 要半夜就出发的 出发这天早上七点不到 陆西成就被他妈 从床上拖了起来 动作快点 粥放在桌上凉着 换好衣服来吃 今天不要穿裙子 陆西成被妈妈催得 像个小陀螺 咕噜噜瞎转 外套 把外套穿上 鞋子 穿戴双新的运动鞋 水壶不要忘了 我给你泡了糖水 还有一个饭盒 煮了几个鸡蛋 一起放包里了 今天就吃掉 明天要坏掉的 把自己收拾好 陆父和陆东青开门进来 陆父怀里还抱着一袋包子 哥 你怎么来了呀 陆东青摸摸妹妹的脑袋 常理不忙 请了半天嫁过来送你 怕你哭鼻子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我才不会哭鼻子呢 他躲开他的手 把他漂亮的辫子都摸乱了 陆西成行李确实不算多的 他这个不要 那个嫌重 就一个箱子 一个包袱 一般男青年提了就走 可惜他就是个废材 肩不能挑手 不能提 一家人出门的时候 他身上除了一个水壶 两手空空 包 妈妈背了 包袱 爸爸拿着 箱子 哥哥提着 家属去门口不远处 有公交站台 坐公交车的人不多 他们到的时候 就一个父亲模样的男人 也扛着包袱 和一个女孩一起等车 走近看到女孩的脸 陆西成按道一声晦气 居然是那个讨厌的刘小草 陆厂长 陆厂长 你好 我是三车间的老刘啊 我闺女和您家女儿 分在一个地方 您说 这不是巧了吗 男人看到他们一行人 殷勤地跑过来打招呼 陆国平微微点了下头 他和这个老刘不熟 只知道 妻子和对方的妻子娘家 是一个村的 刘小草提着两大袋行李 瘦瘦小小一个 怪可怜的样子 陆西成装作没看见 挽着陆母的手臂打瞌睡 车子很快来了 陆父陆大哥 先把东西搬上车 陆西成母女 也上车找了位置坐下 老刘把包给女儿刘小草 叮嘱道 爸就送你到这儿了 你自己路上小心点 钱省了点花 到了那儿 勤快点多赚点公分 分到前寄回来 你两个哥哥 还要娶媳妇呢 刘小草点点头 沐送他爸爸走了 搬了一个行李上车 站在过道上 眼巴巴地看着陆父几个 陆父转向身边的包袱 妻子打劫不行啊 他得重新打一个 陆东青动了洞箱子上的锁 妹妹这个锁不会坏吧 他研究研究 陆母闭上眼睛 女儿打哈欠 打得她也困了 算了 咪会儿吧 你还上不上车呀 就等你了 售票员不耐烦地喊道 刘小草颤抖了一下 匆匆下去搬其他的行李 心里不停地抱怨 这陆家人会不会做人 一点忙都不帮 不怕陆西成 以后和他相处尴尬吗 车子开了半个多小时 到了火车站 陆南飞早早便在大门口等着 看到他们下车 忙硬过来 爸妈 你们来啦 票我买好了 我公公他们在里面 我们进去吧 说着想帮陆傅拿包袱 被拒绝了 南飞姐 你帮我拿个吧 他们这么多人 才两个不大的行李 给他拿两个不是正好 陆南飞向妹妹 投去疑问的眼神 陆西成连忙摇头 这可不是他招来的 陆南飞懂了 这是闹掰了呀 太好了 他早就看不惯 他妹妹的这个朋友了 也就他妹妹人傻 以为对方是好人呢 几人没管后面 静直朝后车室走去 刘小草在后面气得跳脚 陆西成 你就得意吧 等下了香 还不是要求我干活 到时候 你那些好吃好喝的 都是我的 后车室 闫洪义和几人站在一起 陆南飞带着他们走过去 老闫 老陆啊 陆傅和一个中年男人握手 这是闫洪义的父亲 护士铁路局物资管理处主任 老闫 真是不好意思啊 为了我女儿的事 让你也跟着忙活 你这说哪里的话 我家是没姑娘 要是有啊 我比你还操心 再说 我也没帮上什么忙 来我带你们认识两个人 这是小邓 她是负责餐车工作的 到饭店 咱姑娘过去吃就行 餐车票你拿好 现在的火车 餐车车厢是只对 卧铺乘客开放 普通乘客买饭 会送到座位上 菜箱对来说要差很多 当然价格也要便宜 小邓是个短发的女同志 她从陆西成笑了笑 妹妹到时候 直接来找我就行 我一直在餐车里的 妹妹长得真好看 她朝旁边的男同事看了一眼 果然男同志脸红红的 这是小李 是乘务员 和我家红一一样 负责查票的 妹妹路上有事 都可以找小李帮忙 下车了行李也让他帮 大小伙子力气有的是 陆西成甜甜的朝他们一笑 拘了一躬 邓姐姐 小李哥 城城路上就麻烦你们了 乖巧可爱的小姑娘 谁不喜欢呀 三人很快就熟络起来 陆西成姐姐长 哥哥短 把两人哄得开心的不行 陆母看女儿这样懂事 选择的心总算放下不少 况且况且况且 车来了 大家赶紧上车 红一帮你岳父把包袱拿了 岩父招呼大家进站 这时候的火车站 买个站台票 就可以送上岳台 一个方方正正的车头 披着一条暗绿色丝带驶来 冒着黑烟 慢腾腾的 等车子停稳 陆东青和岩红一两个年轻男人先进去 陆西成和陆母跟在他们身后 陆父在最后护着母女俩 这些车厢是知青车厢 里面已经坐了一些人 陆西成找到位置 看哥哥姐夫把行李放好 突然就红了眼眶 第24章 火车上衣 他抱着陆母的腰 靠在他怀里 眼泪直接就滚了下来 妈 我舍不得你 呜呜呜 陆母拍拍女儿的背 也鼻头发酸 好了 哭什么哭 多大的人了 这么多人看着呢 你羞不羞 不羞不羞 呜呜 陆父从后面赶过去安慰女儿 爸爸以后有机会到北方出差 就过去看你 在那边缺什么 给爸爸妈妈打电话 爸爸单位的电话记下了吧 时间有限 夫妻俩安慰了女儿几句 就下了车 陆西成抹着眼泪 他在窗口看 妹妹乖 头别伸出来 坐好 车子要开了 火车鸣笛声响起 慢慢开始挪动 陆西成跪到座位上 看陆父陆母哥哥追着火车跑 嘴里的话被火车声音掩盖 人也渐渐的越来越小 他伸手出去挥了挥 被对面的男青年扯住胳膊 才坐回座位上 轻轻道了一声谢 陆西成趴到桌子上 脸朝窗外 所有人的注意力 便被吸引了过去 他今天穿了件灰色的衬衫 深蓝色的外套 下身是一条黑色长裤 很朴实的打扮 唯一的亮色 就是脖子里一个黄色的蝴蝶结 其实这也没什么 时髦些的姑娘 冬天都会系条红纱巾 但是姑娘的脸一出现 就让在场所有的男同志 屏住了呼吸 肤色雪白 泛着粉蝇蝇的光泽 年纪小的缘故 还有点婴儿肥 被并边挤履头发 衬得如嫩豆腐一般 嘴唇纤红 不太高兴的微微督着 一双水蝇的桃花眼 抱着他妈妈哭的时候 让人的心都要化了 陆西成的脸 上辈子就是合照杀手 正常白的人在他身边 都会被衬得像个小土妞 他的小姐妹们 每次和他一起拍照 后面都要加好几层美白滤镜 才肯发到朋友圈 更何况在这个护肤品简单 几乎没有化妆品的年代 送他来的几人 个个穿着体面 身上没有补丁 看得出他家境优渥 就是不知道下乡的地方在哪 男知青们纷纷动起了小心思 而女知青里有几个 就不那么高兴了 本来大家差不多 有一两个也是被人追捧着 现在冒出来 一个比他们出挑太多的 难免不服气 不过谁也没开口说话 差别太大 都不想自取其辱 陆西成还现在离别的愁绪中 突然 胳膊被人戳了一下 他抬起脸转头看去 是个圆圆脸的姑娘 半长的头发 在脖子下绑了两个小辫 圆圆脸盯着他看了两秒 突然用手捂住了眼睛 什么情况 陆西成歪了歪头 他很辣眼睛 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啊 我多看几眼 心跳得厉害 陆西成愣了一下 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口罩 往脸上一戴 这样可以吗 声音又软又甜 圆圆脸一开两根手指 对面的姑娘遮住了半张脸 眉目如画 眼睛微微一弯 轻轻一笑 他捂住胸口 要命了 谁家的女儿这么乖 难怪刚才他父母那样 他要是生个这样的女儿 他也是万分舍不得放出去的 好好才戴口罩的 实在是这车上味道大 开着窗 也能闻到人的体味 汗味 臭脚鸭子味 各种奇奇怪怪的味道 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呀 近看脸上一点半都没有 陆西成最喜欢别人夸他漂亮 他也毫不犹豫地夸起对方来 你也好看呀 眼睛大大的 脸圆圆的 鼻子小小的 特别可爱 圆圆连脸上每个地方都圆圆的 我妈总说 我像小孩子 不过你长得也好小呀 我不是说你小 就是感觉小 他有点语无伦次 但就是给人一种还小的感觉 我本来就还小吗 他现在二十都没到呢 怎么就不是个宝宝了 你多大 十六 我十七 我比你大一岁矮 俩人就这样聊起天来 而坐在陆西成对面的男之青 看着女孩娇艳的脸蛋 心里好像有一只小鹿在不停地跳 本以为是一次街头的萍水相逢 惊鸿一瞥 谁知 他竟然能在下乡的火车上 再次遇到他 徐靖航开始对这次插队期待起来 早知如此 他肯定要查查对方去哪里 现在来不及了 希望他们有缘 被安排在一个地方 徐哥 你发什么呆 打个招呼啊 对面做了这么漂亮一姑娘 他徐哥居然在发呆 张嘉宁不懂 两位女同志你们好 我叫张嘉宁 这位是我的好兄弟徐靖航 我们是京城人 今年刚来护士 所以从护士下乡的 张嘉宁落落大方的自我介绍 你们好 我叫林源 我来自江省 陆西成又笑弯了眼 他们两个人聊了半天 都没问对方叫什么 没想到这姑娘名字也圆圆的 我叫陆西成 来自护士 拿几个字 问话的是叫徐靖航的男青年 脸上带着笑容 一口洁白的牙齿 有点像后世那些校园男神 阳光帅气 应该是那种家境不错 自身教养也挺好的男神 而他旁边叫张嘉宁的男神 长相更加有亲和力一些 短下巴显得稚气 大陆的陆 东南西北的西 城子的城 陆西成只看了一眼 就一开了视线 他上辈子见过的帅哥太多了 成年后追求他什么高富帅 科技新贵 行业精英 就没有长得丑的 他妈妈后来涉足娱乐行业 明星他也见过不少 哇 橙子 张嘉宁夸张的叫出声来 我徐哥最喜欢吃橙子了 酸酸甜甜的 对不对 徐哥 张嘉宁 你瞎说什么呢 徐靖航吃了一句 紧张地看向对面 生怕人生气 刚刚这话 太冒犯了 陆西成其实还好 他被人调侃习惯了 动不动今天的橙子好香 今天的橙子特别甜 爸妈给他起个水果名 他有什么办法 不过这年代 貌似要更加保守些 所以他是不是要装作 很生气的样子呢 陆同志 陆同志 你没事吧 徐靖航手在他前面晃了晃 这姑娘怎么说着说着 发起呆来了 我没事 以后这种话不要再说了 我会生气的 戴着口罩的脸鼓了鼓 第25章 火车上二 对不起对不起 都不是我不好 我不会说话 其实你名字特别好听 又好记 像我和徐哥的名字就很普通 就是两个地区加起来 起了一点也不用心 对吧 陆西成眨了眨眼睛 你父母是不是一个是嘉兴人 一个是宁波人啊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上辈子就是这省人 听到这个名字 第一反应就这两个城市啊 我猜的呀 你名字就是爸爸的城市 加妈妈的城市 起得很好啊 很用心的 是吗 你这样一说 好像我的名字是挺好听的哦 张嘉宁摸摸后脑勺 笑得憨憨的 他爸爸的城市 加妈妈的城市 是蛮有意义的 哇 陈陈你好聪明啊 你快猜猜 我为什么叫圆圆 林源兴奋的在一旁说道 太有意思了 居然能猜到别人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呃 不是因为你脸圆 脸圆圆叫圆圆 当然不是 小时候脸都是圆的呀 因为我还有个哥哥叫林芳 我哥哥的脸也是圆的哦 一点都不芳 陆西成 十点上的火车 很快就到了中午 陆西成是不禁饿的 他打开陆覆 最后塞给他的大纸袋子 五个大包子 几块炸甜糕 居然还有两块巴掌大的虎皮蛋糕 哦 对了 饭盒里还有几个鸡蛋 这趟火车要坐三天两夜 他打算趁着没人看到的时候 把食物放进空间里 要不等明天都坏了 幸好他未知靠窗 可以做点小动作 取出一个包子咬了一口 虽然冷了 但里面的肉汁还是流了出来 陆西成把汁水吸出来 肉包子的香味瞬间弥漫开来 大部分的知青条件都一般 别说肉包子了 白面馒头一个月也吃不到几次 闻着这股味道 疯狂的吞咽口水 不过大部分的人都要脸 只默默拿出自己准备的干粮啃 陆西成胃口小 吃了一个包子就饱了 看了眼旁边啃馒头的凌园 塞给他一个 我吃不完 给你吃一个 你不留着晚上吃吗 凌园虽然很馋 但那是肉包子 家里都难得吃到的东西 他怎么好意思要 我还有呢 吃不完就坏掉了 啊 坏掉就太可惜了 凌园想了想 从包里翻找一阵 拿出一个袋子递给他 那我请你吃红薯干 我妈做的红薯干特别甜 好啊 我们换着吃 陆西成又塞给他一块炸甜糕 徐静航和张嘉宁也带了包子 不过张嘉宁的是豆沙馅的 两个人交换着吃了 一整节车厢 他们这个位置 伙食是最好的 诚诚 你 你还有包子吗 一个细细的声音响起 陆西成扭头一看 是刘小草 你们认识呀 林源好奇问道 认识怎么没做一块 对面俩男之亲 也看着他们 陆西成撇过头 不熟 刘小草局促的扭着手 我和诚诚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可是最近 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 诚诚不理我了 可是我爸爸叮嘱我要好好照顾诚诚的 诚诚 你别生我的气了 简单几句话 就把陆西成描述成一个交纵不讲理的人 哦 照顾我 你要怎么照顾我 陆西成饶有兴趣的问道 我 我 陆西成站起来 居高临下的看着他 他虽然人不太高 身材比例却极好 肩膀平直 脖梗修长 手续扶着小餐桌 莫名的妩媚 也气势凌人 帮我拿行李 你自己三个包 还想让我哥 我爸给你搬呢 帮我下地干活 陆西成好笑的伸手 比划了两个人的身高 比他矮半的头呢 又瘦又小 眼神能说明一切 刘小草绝对不像能干活的 照顾我 所以来跟我要包子吃 照顾我 所以穿着我送的衣服裤子 带着我送的发卡 还在人前给我上眼药 那我可真是谢谢你了 陆西成说完 气横横坐下 他从小被宠爱 身边的人只有惯着他让着他的 他哪会和人吵架呀 第一次发挥不太行 刘小草怎么也没想到 包子没要到 还挨了一顿骂 脸胀的通红 想解释一时没词 只得灰溜溜回座位上 诚诚 你别生气了 这种人就是觉得你好说话 得寸进尺呢 宁愿安慰他 他真替他不值 衣服发卡都能送给对方 肯定是把人当好朋友 结果是个白眼狼 徐静航心疼的看着女孩子泛红的眼眶 真是太善良了 吵了架 却还在为这段友谊难过 他哪里知道 陆西成只是因为不会骂人 不会吵架 和自己生气呢 下午 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 陆西成起了个大早 这回困得不行 靠着墙壁睡觉 火车开开停停 不断有人上来 陆西成迷迷糊糊睁开眼睛 阳光从西边斜斜照射进来 身上暖融融的 嗯 圆圆 几点了 刚刚报了时间四点了 你醒了 怎么睡这么久 陆西成揉揉脖子 好疼啊 肚子也好饿了 这时 不远处传来几个女孩子的说笑声 哇 安宁你这条裙子太好看了吧 领口还有花边呢 好贵的吧 肯定很贵呀 的确凉的呢 摸起来好滑呀 我妈说一尺步要八毛钱 必须要布票才给买 安宁这一身 起码要五六尺步吧 那不是要五块钱 我爸好几天工资了 没有啦 我也就做了两件而已 叫安宁的女子 谦虚地说道 陆西成好奇地探头看去 女孩子穿了一件 红色带白点的连衣裙 领口和袖口处 都有一圈白色小碎花的拼接 在这一整个车厢的吐气宿色中 的确是少有的鲜亮 这是刚刚一站上来的 她还穿了双小皮鞋呢 林元和她说道 不过我还是觉得 你的鞋子好看 我妈说到了乡下 还要走好长路 皮鞋不好走路吧 我妈也这么说的 两个女孩子相视一笑 园主有四五双皮鞋 她就带了一双 反正她别墅里鞋子多的穿不完 她不差鞋 沈安宁应付着旁边人的问话 眼睛朝左侧望去 男人靠窗而坐 傍晚的阳光照在她的脸上 让她显得温柔又俊秀 十八岁的徐靖航 没有二十多年后 身居高位时的威严和稳重 却是她最心动的模样 男人低头 从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 向前递去 沈安宁顺着她手臂的方向 坐在她对面脸靠里 睡觉的人醒了 正和身边的说话 唇红齿白 娇俏绝伦 这是谁 上一世根本没有这样一个人出现 第26章 火车上三 陆西成看着面前的两颗大白兔 我妈早上硬塞给我的 我不爱吃糖 给你们吃吧 徐靖航笑容温柔 哥 你怎么不问问我 我爱吃糖啊 张嘉宁不满道 他徐哥重色轻友啊 你一个大男人吃什么糖 大男人怎么就不能吃糖啊 看不起男人啊 这话张呆宁不敢说 他看出来了 徐哥明显对这个漂亮的女知情有意思 他可不敢坏他哥的好事 陆西成却没有接 他从包里掏出一把水果糖放到桌上 我吃这个就好了 大白兔奶糖是好吃 但这个年代的大白兔用料足 糖做的特别大 他在家吃的时候一整颗一起吃 嘴巴里太满了 动不了 口水哗啦啦流 陆大小姐要面子的 他可不愿意在外人面前那么狼狈 挑了颗橘子味的寒进嘴里 你们也吃啊 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 沈安宁见状 主动过来说道 可以给我一颗吗 走的时候匆忙忘记带了 徐靖航便把两颗大白兔都给了他 沈安宁接过糖 看了陆西成一眼 有些不屑 长得漂亮 却不会讨好男人 有什么用 真是浪费这么好看的脸蛋了 这时候 检票的乘务员过来了 检票检票了 回位置上坐好 把票拿出来 很快到了他们这里 检票的就是李同志 他查完票后 转过来向陆西成问道 陆志青 你邓姐姐问你 晚上去不去餐车吃饭 今天晚上有红烧肉 他们火车上几天才会有一次红烧肉 很难得的 听到红烧肉 所有的人都兴奋了 他们哪怕是城里人 一年也吃不上几次肉 更何况是红烧肉呢 纷纷问乘务员 他们能不能买 小李摇摇头 只有拿餐票才可以进去 我们晚点有晚餐退出来买 你们可以到时候买 那到时候还有红烧肉吗 没有的 今天的菜是土豆丝和青椒咸菜 说完他不再多说 朝陆西成笑了笑就离开了 这时候的火车上 列车员乘务员的工作 比后世的公务员还要让人渴望 他们可是很骄傲的 陆西成拿出餐票数了数 有十张 三天的火车 他不可能每顿都去餐车吃 餐票肯定用不完的 便问林园 园园 你要和我一起去吗 林园激动的 本就园的眼睛瞪得更大了 我我我 我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陆西成拍拍手上的餐票 不过买饭菜的钱 你要自己付啊 那当然那当然 诚诚 你真是太好了 我们走吧 我把饭盒带上 陆西成饭盒里 还有好几个水煮蛋 两个人手挽着手跑了 剩下的人都羡慕得要命 早知道陆西成有餐票 他们肯定早早讨好他了 好好的一顿红烧肉没了 最气愤的就是刘小草 这一切本来都是他的 吃的喝的用的 陆西成只会给他 现在都被人抢走了 他如何不弃 陆西成才 不管别人怎么想的呢 和林园一路来到餐车车厢 餐车车厢在卧铺车厢 和普通车厢的交界处 里面非常宽敞 一张张餐桌摆放着 每张餐桌上还铺着餐布 像一个小餐厅一样 此时就两三个人在用餐 诚诚 你来了 小邓一眼就看到他了 笑着朝他招手 邓姐姐 小李哥说晚上有红烧肉呢 对呀 所以我让他去叫你 你还带朋友来了 正好 两个人一份红烧肉就够了 今天还有土豆丝和番茄鸡蛋 要不要多来点 好 一共多少钱呀 陆西成拿出钱包 一共一块五毛 米饭不够 可以在家 这么便宜 比国营饭店还便宜了 而且还不要票 林园听到这个价格惊了一下 然后他看到陆西成的钱包 一个不大的钱包 估计放不下太多钱 忙伸手把他拦住 陈成 这个钱我来付吧 你都出餐票了 说完 不等他反应 快速掏出一块五地了过去 小邓看看两个小姑娘 笑着接过了林园的钱 给他们盛菜 菜是装在铝制饭盒里 三个菜 三个饭盒装得满满当当 陆西成抬头 小邓朝他眨眨眼睛 他就懂了 这是特地多给他们了 不用他动手 林园主动把三个饭盒端去餐桌 又端了两碗饭 陈成 快吃 我真是沾你的光啊 要是和我妈说 我在火车上吃到了红烧肉 他肯定以为我在做梦 陆西成把一个鸡蛋递给他 什么沾光啊 是你自己付钱买的呀 外头那么多人想付钱 都付不出去好吧 林园接过鸡蛋 我也带了几个鸡蛋 不过我的吃完了 怕饭坏了 火车上闷得很 对了 陈成 你钱都带在身上吗 我看你钱包里钱不多 够不够花呀 不够的话我借点给你 林园家里 就他和哥哥兄妹两人 哥哥已经工作了 爸爸也在上班 条件还不错 这次出来带了一百块钱 我妈说到了 乡下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像我们这种刚刚去的 干活肯定比不上 老知青和村里人的 分的粮食不够吃 还要自己买 陆西成点点头 他干活也不行 我钱带够了 都藏起来了 陆母给的两百 和陆奶奶给的五十还有票 他都放进了空间 钱包里就放了三十块钱零钱 那就好 快吃快吃 这个番茄鸡蛋也好好吃 肉好香 我要再去盛晚饭 他们在这边吃的欢快 他们车厢里的其他人 就不舒服了 徐静航默默拿出包子 张嘉宁手臂对了他一下 哥 有点难度哦 姑娘不缺钱 还有人脉 不是用几颗糖 便能让人心动的 你看到了吗 他戴的手表 梅花牌的 张嘉宁看着娃娃脸很天真 其实一点都不傻 要不家里有外汇券 要不就是家里很有钱 我们俩的手表 都只是护士牌 他那个至少贵一倍 他们说话的声音不清 附近的人都能听到 沈安宁牙齿咬得死紧 重来一次 为什么会莫名其妙 出现这么一个人 长得比他美 还比他更有钱 他费了多少心思 才让家里同意 给他做两身裙子 买一双皮鞋 本以为会成为 所有人羡慕嫉妒的对象 谁知对方一张餐票 一块手表 就毁了他的努力 手表 他爸都买不起一块的手表 他又拿什么去买 视线又一向徐静航 这个男人 上辈子没有得到 老天爷让自己回来 就是要补偿他的 没关系 他有往后二十年的记忆 他就不信他这辈子 还会活得那么失败 耐心忍耐一下 再过几年 他就可以高考 可以去做生意了 他会比任何人都成功的 第27章 到达 火车轰隆隆向北市去 一路上陆西成吃的喝的 都还可以 唯独睡觉 把他折腾惨了 不能趴在小桌子上 他只能靠着墙睡 头疼脖子疼腰疼 浑身难受 到最后一天的上午 终于听到播报 还有半小时到站 诚诚 你还好吧 林源看他神情奄奄的 担心地问道 陆西成点点头 又摇摇头 快点下车吧 他真是受够了 这长途火车了 上辈子只坐飞机头等舱 动车商务做的 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苦 快到站了 自己的行李拿好 别落下了 丢了什么 我们不管 小李同志又过来了 陆志青 等下车停了 你等等我 我帮你把东西拎到对面去 火车站 对面就是汽车站 这边是省城 是个大站 停留的时间比较久 好 谢谢小李哥 他的行李这几天晚上 他悄悄塞了些进空间 其实不太重的 但是小李同志 算是受人所托 他就没有拒绝 车厢里的人都动了起来 这里已经是几省 再往北就是黑省了 一部分人都在这边下车 徐建航和张嘉宁站起来 把行李架上的行李取下来 陆西成到了生谢 拿过自己的行李 放在身边 一个崭新的皮革箱子 一个蓝白包袱 巧得很 他们这些人都分配在一起 很快 火车近站的呜呜声响起 小李同志跑进来 扛起他的行李 发现重量出乎意料的轻 陆之清 你就带这么点东西吗 这也太轻了 有没有二十斤啊 对呀 我爸妈知道我拿不动 给了我票 让我缺什么 到了地方再买 也是啊 你小姑娘家家的力气小 箱子也给我吧 这点东西 他一个人就可以 这样 陆西成身上 就一个剩凉口水的水壶 和一个没装多少东西的夸包 徐建航原本还想帮忙 看他这样 根本用不上自己 颇为沮丧 张嘉宁看着都同情他 徐之清 可以帮我拎一下吗 沈安宁不好意思的说道 他带了两个看着 就很重的大包袱 其实徐建航 自己的行李也不少 但人家女同志都开口了 完全不搭把手 说不过去 便和张嘉宁 一起帮他分担了一个 让他自己拎着一个 林源也是大包小包的 这年头其实都这样 锅碗瓢盆什么都带 不然怎么办 什么都要票 像陆西成家这样的 少之又少 陆西成帮他拿了一个小的 一行人跟在小李同志身后 往汽车站走去 小李拎着两个 不重的行李走得飞快 陆西成抱着小包裹 穿着运动鞋 勉强能跟上 苦了后面一批人 走得气喘吁吁 沈安宁肩上 扛着一个大包袱 皮鞋是新的 穿的时候感觉挺美 一走路就特别磨脚 连漂亮的 连一群半手半脚的 都变成了累赘 真可谓苦不堪言 什么形象都没有了 刘小草更惨 三个包裹 他倒是想找人帮忙 但他一路上 也没交上什么朋友 又没有陆西成 那样天然的美貌加持 谁愿意帮他呀 这时候临近中午 汽车上回县城的人不多了 陆西成和小李告别后 上车买票 然后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好 顺便帮林园站了个坐 他坐了好一会儿 人才陆陆续续都上来 现在的汽车小 位置也没多少 后面上的人都只能站着 车子不开动的时候还好 开动了一股浓烈的汽油味 陆西成快速往嘴里塞一粒薄荷糖 勉强压住想吐的冲动 坐了两个小时的汽车 到了这个叫永宁县的县城 他们还要转车去镇上公社 陆西成无数次庆幸自己东西少 还有个空间作弊 要不然他直接摊地上不动了 到了镇上 公社负责接知青的领导 已经等着了 看着这一车的娃娃 头疼的皱眉 他们公社本来就不富裕 又来这么多张嘴 可咋搞啊 不接收又不行 政治任务 还得保证他们的安全 前几年 有公社爆出女知青被QJ的事情 整个公社从上到下脸都没了 队里的男的都娶不上媳妇 他们都是吸取了教训的 瞪了眼围在一旁的一群汉子 行了 别苦着脸了 人都给你们分好了 都带回去好好交讲 来都来了 还能赶回去不成 最前的几批知青来了后 大家伙发现 这些人干活完全不行 嫌弃的不要不要的 后来 只要来了知青 就开始挑 挑男的 挑长得高的壮的 公社没办法 干脆给他们分好 谁也别抢 全凭运气 陆西成下车 望着眼前一排小平房叹气 他上辈子参加公益组织 去贫困山区支教条件 也比这里好了千百倍了 他到底做了什么孽 给他扔这来 徐静航 张嘉宁 林源 沈安宁 陆西成 刘小草 赵华 前进大队 这边走 几人随着只是到一个中年男人前面 我是前进大队的大队长王满屯 快上车吧 早点回去早点休息 王满屯看着这一群人重眉 三个男知青 四个知青 三个男人看着挺像那么回事 四个女知青 一个又矮又瘦 还有个内脸长得跟妖精似的 带回去 村里的后生啊 不得疯啊 他活了大半辈子 结果好几次知青了 那些个女知青 好看是好看 也就脸稍微白净一些 文气一些 可没有一位像这个一样 让一看就 陆西成丝毫不知道自己被人嫌弃了 垂头丧气的站着 直到被林源扯了一下才回神 你们把行李放车上 女知青上车 男知青走路吧 骡子再不动 陆西成看那板车上 还有不知道什么动物的粪便 心里不是一般的抗拒 想开口也自己走 就听这一大队长又开口了 快点啊 走回去两个多小时呢 回去还要收拾住的地方 两个多小时 这村子是有多偏啊 陆西成看看自己的小脚 再看看罗车 瞬间什么脾气都没有了 呜呜 他可不可以和爸妈说 他后悔下乡了 来把他接回去啊 颤颤巍巍爬上车 坐到自己的包袱上 这个包袱不太不要了 到了就把他扔掉 远处山脉 尽在乳白色的雾气中 若隐若现 陆西成只觉得自己 好像那被卖进山里的小媳妇 再也逃不出来了 怎一个惨自了得 第28章 友好的村支书 陆西成坐在罗车上 看着已经走过去的 蜿蜒没有尽头的小路 思绪开始乱飘 他也看过不少穿越小说 那些主角一个个混得风生水起的 各种黑市卖货 各种赚钱 换成他 他也有东西可以卖卖的 但问题是到镇上 都要走两个小时 到县城更远 让他一天来回跑去卖东西 不 他绝对不干 大队长 要不我们下去走 让男同志们坐会儿吧 沈安宁突然开口了 陆西成飘远的思绪飘了回来 我们 我们是谁 沈安宁温婉地笑着 圆圆 橙橙 小草 对不对 我们应该发挥互相谦让的精神 大家轮流坐 他这么说 心里当然不是这么想的 这个陆西成 看着就娇气得很 必然不会答应他的提议 只要有一个人不愿意 男之青肯定不好意思 真的坐上来 而他 既能继续坐车 又能给大家留下温柔懂事的印象 一举两得 陆西成瞅了眼沈安宁脚上 那双一看就皮质很硬 质量一般的皮血 转头问王满屯 队长大叔 我们还有多久到呀 王满屯被小姑娘一声甜甜的队长大叔 叫得心里挺舒坦 还有二十来分钟 就在前面了 队长大叔 那麻烦您停一下车 我想下来自己走走 坐罗车颠得他脑人疼 走路二十分钟 他可以坚持 一个下去了 其他的要不要下去呢 临缘无所谓 他偶尔也去乡下的亲戚家 走一段路没什么 刘小草不想走 坐车不挺好的 为什么要走路啊 他鞋底很薄 不禁走的 沈安宁傻眼 怎么不按套路来呢 可最初是他提议 要是他不下去 别人怎么想他呀 看着脚上一张鞋票 和八块钱买来的新皮鞋 心疼得要命 男知青们更是尴尬 他们虽然有些累 但是都走这么多了 就剩那么点路 现在爬上车 坐到大队里 人家看到他们 三个大男人坐在车上 女同志反而走路 他们的脸还要不要了 最终的结果 就是全部走路 一个都没坐车 沈安宁脚被磨得破了皮 生疼生疼的 什么好处没捞着 不由的埋怨陆西成 明知道他穿了皮鞋不好走 怎么就不能体谅别人呢 陆西成深吸了一口气 这乡下的空气真好啊 比上辈子去避暑的山里空气还要好 很快 他们就看到了一个个低矮的小房子 陆西成发誓 这是他两辈子 第一次看到这么破的房子 土坯的 有些房子屋顶上盖着茅草 有些墙体都破损了 坑坑洼洼的 稍微好一点的 就是泥砖房 他们跟着王满屯 走到了一块比较齐整的小广场上 这时候正好中午时分 很多人在家吃饭 看到大队长带一群人回来 都凑过来看 他们已经见过好几批知青了 但村里没啥娱乐活动 每次有外人来 还是像看夕阳景一样 你们看最边上那个女娃娃 长得也太俊俏了吧 是啊 咋这么白呢 我就没见过这么白的女娃子 你说要是下地几天 会不会和前头的知青一样啊 怪可惜的 王三根 你要是心疼 你娶回家呗 正好你没媳妇 娶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回家 生个娃娃也好看不是 叫王三根的男人摸了摸后脑勺 俺问问俺娘 俺娘同意俺就娶 哈哈 美得你 这样好看的女知青 咋可能看上他们这种乡下人呢 陆西成听到有人拿自己说笑 狠狠瞪了过去 真讨厌 只可惜他脸嫩 眼睛水汪汪的 瞪人一点威力也没有 惹得一群男人笑得更大声 王满屯简单介绍了他们 就打算带他们去知青点去 这时 人群里走出一个头发发白的老头 哎 知书 老知书来了 王满屯迎上前去 朝老人恭敬开口 知书 您咋来了 前进大队是个杂姓大队 原本是三个小村子 58年成立人民公社 把他们三个村合到一起 组成了一个大队 加上后来还有些逃荒过来的人 所以村里的姓乱七八糟 这也就导致他们大队 不像有的大队那么排外 有几个同姓大队 外人过去会被欺负死 大队的一把手就是知书 下面是大队长 再下面是会计 不过老知书年纪大了 基本不怎么管事 王满屯能当这个大队长 除了他自己能干外 还有老知书向上面推荐 别看老知书现在不管事了 在队里的威望却是很重的 他自己是个老兵 上战场杀过人那种 他大儿子在县城玻璃厂当工人 吃过家粮 二儿子三儿子是壮劳力 四儿子坐着积分员 下面还有一堆孙子孙女 家里兴旺着呢 老知书名叫李有良 李老头拿着根烟杆子 背着手走到前头 瞪着眼打量这一群娃娃 老领导说是孙女 这四个女娃娃 哪个是老领导的孙女呢 那个又黑又黄又瘦的去掉 老领导家不会比自家吃还差 剩下三个 这女娃娃长得真标志嘞 村里可有的热闹了 哪个女娃娃姓璐啊 姓璐 一行人骑刷刷看向陆西成 这里姓璐的就她一个 是怎么养出这样娇滴滴 鲜零零的丫头的 她家的孙女在村里 算是娇养的那种 不常下地 看着也白净 但这一比较 各个都是黑妞啊 丫头 你爷爷叫陆伯军 你爹叫陆国平 陆西成点头 她猜到了 这个村支书 应该就是爷爷的老战友 那就对了 丫头啊 我是你李爷爷 你爸小时候 我还抱过他呢 为国为民 你俩愣着干啥 赶紧帮你们妹子 把东西拿了 让你们媳妇跟去知青点 帮着收拾收拾 转头又对陆西成笑着说道 丫头啊 你先去知青点安顿好 晚上来爷爷家吃饭 好 谢谢你爷爷 陆西成乖巧答应 其余人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 陆志青在火车上 有人关照也就算了 怎么到了这么偏的乡下 还有人认识的人 他家里到底给他 打点了多少关系 人比人气死人 第29章 选择住所 李卫国和李卫明的表情 仿佛被雷劈过 前几日就听爷爷念叨说 他老领导的晚辈要下乡了 他要多照顾照顾人家 可他老人家没说 这下乡的是个女同志 长得还这么 他俩是结了婚的 并不敢多看人小姑娘 和媳妇打了招呼后 就拎着陆西成那可怜的行李 埋头在前面走 让自个儿媳妇陪着小姑娘 去知青点的路上 几人都没说话 好在知青点很近 很快就到了 知青点在一个大院子里 王满屯率先走进去 院子里站了十几个人 或坐或站 王满屯先是看了老知青的一眼 又看看他们这些新人 才犹豫着开口 是这样的 现在这里两间屋子 男知青住了八个 女知青住了六个 每间屋子还能挤得下几个人 不过后院还有几间房 本来呢是养猪的猪棚 但是猪没养成 今年给心气了炕 要是想住的话 一间屋子要交十块钱 王满屯无奈 他根本不想收钱 但是相邻的几个大队 都多少收了些 那些大队的知青 知道他们这里没收纷纷去闹 搞得他不上不下的 后来公社领导找他 让他再安排个地方 总有愿意交钱的 也算是个交代了 谁想住都行 要一次性交够十块钱 陆熙成马上举手提问 大队长 是一个人住一间吗 一个人交十块 就可以一个人住一间 那我要一间 陆熙成马上说道 他习惯了自己住 而且他还有秘密 能有个单间最好 我也要一间 林元跟着说道 十块钱他能负担 是一次性交十块 还是每年交十块钱啊 一次性十块钱 每年十块钱他成什么人了 他们乡下一家人 一年也就攒几十块钱 忙满屯心想 徐静航和张嘉宁两个人 共同要了一件 这俩人看着条件挺好的呀 非要住一起 肯定是哥俩好 陆熙成猜测 没太在意 别人的事和他无关 沈安宁站在原地 脸色难看 他一共就剩三十块 要是花二十块 那他就只有二十块了 上辈子 除了徐静航和张嘉宁 其他人都是住集体宿舍 那时候他还觉得没傻 女同志胆子小不敢一个人住 集体宿舍热闹 都是理由 可这一世 居然有两个女知青单住 那他这个没钱单住的 就显出窘迫来了 他可怜兮兮的看向徐静航 上辈子听说 徐静航身上带了有两百块 不知道能不能借他十块钱 徐静航看到了他的眼神 又转头看陆熙成 后者正在河边上 两个嫂子大眼瞪小眼 压根没关注他这边 喜欢的女孩子 对他这么视若无睹 让他有些难堪 想了想 从口袋里摸出十块钱 塞给了沈安宁 他妈说过 女孩子有时候需要有危机感 他们才会更上心 不管有没有用 先试试吧 沈安宁激动的快哭了 不一样了 真的不一样了 上辈子他没有借自己钱 这辈子却主动给了他 陆熙成长得再好看 又有什么用 他才是那个什么天选之女 没错 这下 他们这些人里 只有叫赵华的男之青 和刘晓草两个人 没有选择交钱 赵华无所谓 他条件一般 住集体宿舍挺好 刘晓草脚边三大包行李 眼睛恨不得把陆熙成 蹬出个窟窿来 陆熙成他以前 不会这么对他的 他早就主动帮自己交钱了 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妈说了 让他多从陆熙成身上 弄点钱回去 这个样子 他还怎么弄 不行 他得想个办法才行 分配好了住处 王满屯带着他们去后院 陆熙成脑子里 只有两个字 猪棚 天哪 他居然要住猪棚 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知道了 肯定要哭 他们的心肝小公主 要住猪棚了 苦着脸 一间好黑好可怕 一间屋子 面积大概在七八个平方左右 里面一个大炕 就占了一半的面积 剩下就一个过道 除此之外 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们放心住着 这个屋子比我们对上 好多人家的房子都结实呢 建的时候用了一点青砖 怕猪跑了 王满屯得意的说道 好了 你们自个儿收拾吧 有什么不懂的 去前头问老知青 说完便出去了 现在算是农忙 他还要监督人干活呢 在他们说话的功夫 李卫国和李卫民 把行李放下 早回家拿东西去了 墨脊 扫把 抹布 脸盆 水桶等 都带了过来 因为屋子里没啥东西 收拾起来也简单 两个男人和他们的媳妇 扫地的扫地 擦灰尘的擦灰尘 陆熙成完全插不上手 他打开自己的箱子 拿出路母给他准备的就报纸 厚厚一叠 那个 怎么称呼呢 这两位小哥 谁大谁小 李大哥 李二哥 李卫国 我是老三 李卫民 我是老四 李三哥 李四哥 我想墙上T恤报纸 墙面是黄尼抹的 手摸上去一层灰 两人又动作利索地 帮他贴报纸 陆熙成抓出一把奶糖 来给分别两个嫂子 三嫂四嫂 这些糖你们拿着吃 外婆说过 如果请不相干的有主的男人 帮忙做什么事情 感谢要感谢人家的女朋友 或者老婆 三嫂王贵之 四嫂周小红 惊喜地看着手里的糖果 大白兔 真的是大白兔 他们婆家已经算是村里 数一数二的一是人家了 可也买不起大白兔啊 大伯哥发了糖票 也只会买点白糖红糖 泡糖水喝 大白兔 再了不起 就是给家里的小孩一点水果糖 也就过年的时候买 一开始被叫过来帮忙 两人都有些不情愿 耽误小半天功夫 少好几个公分呢 只是破语老爷子的微信 不敢说什么 现在得了这大白兔 两人啥意见都没了 乐得没开眼笑 对待陆熙成 瞬间亲热了起来 有人帮忙就是快 其他人还在扫地擦灰呢 他已经差不多好了 陆熙成看着光秃秃的窗户问道 我这个窗怎么办呀 就一个方方正正的洞家两根木头竖着 是不是还没做好啊 怎么关窗 他干什么别人都能看见了 简单 晚上睡觉拿一把稻草堵住就行了 我们都是这样的 李卫国笑着说道 最多加个窗框 不加也能凑合 是吗 这样是不是太没有安全感啊 陆熙成陷入忧伤中 真是个小破屋子 他是住在小破屋子里的小猪猪 第三十章 倒霉的陆之青 既然给他弄好了 就匆忙走了 给他流了两桶水在屋子里 王贵之握着陆熙成的手 陆之青 你自己擦洗擦洗 嫂子先走了 晚上别忘了来家里吃饭 他们还要下地去 哎呦 这陆之青的手可真嫩啊 可不得好好洗洗吗 陆熙成在火车上那么多天 除了趁着上厕所的几分钟 进入别墅 用湿巾给自己擦了擦 他都没有洗过一次澡 陆熙成觉得整个人都搜掉了 臭臭的 拿报纸勉勉强强把窗户挡住 和隔壁林员打了声招呼 他锁上门 就快速到了别墅的大浴室 放水 放精油球 陆熙成坐进浴缸里 舒舒服服地泡了一个香喷喷的澡 洗完出来 全身滑溜溜 看着镜子里 唇红齿白 脸嫩的不像话的少女 陆熙成眨眨眼 穿越大神不算太坑人 好歹没让他变成一个没压老太太 不耐烦用吹风机 随便擦一擦头发 陆熙成出了别墅 回到小破屋 家图四壁呀 他把剩余的报纸铺到炕上 再把不用的就床单铺上去 然后打开自己的包袱 找出陆母准备的被褥 铺到最上面 上去坐了坐 炕是用泥砖器的 很硬 和陆家的床蹦字 根本不能比 更别提他别墅里的高床卵枕 陆熙成想了想 去别墅抱了棉花胎 又铺了一层 把床单铺好 陆熙成又拿出同色的被套枕套 他没有用陆母准备的 这年头的被子要自己缝的 下面铺被里 把棉胎放上去 再把被面缝上去 木木浇了他几次 索性拿了自己的被套直接套 即便如此 他这个四体不勤的人 也还是累出了一身汗 炕是贴着墙壁气的 贴了就报纸 陆熙成还是担心 会有灰尘落下来 站上去设施高度 他人矮 够不到顶 最好在房顶定几个钉子 挂一层床罩 陆熙成叹口气 先将近一下吧 看看时间 下午两点了 他去别墅煎了块牛排 打了杯红豆牛乳 美美的吃完 趴在自己心的床上 不一会就睡着了 路上太累 五点多 才迷迷糊糊睁开眼 换上衣服 说好辫子 陆熙成打开门 他穿了件鹅黄色的连衣裙 九月份东北的傍晚 夕阳西下 不比白天 空气中有明显的凉意 陆熙成回屋 又找了件白色的针织外套穿上 然后打开自己的小皮箱 出门做客 不能空着手去 总要带点什么 他在箱子里翻了翻 突然翻出一条香烟 咦 这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 肯定是他的新爸爸 陆父自己不怎么抽烟 但家里会常备几包香烟 用于交际 陆熙成对于香烟不了解 可这个牌子他知道呀 中华 几十年后都是大品牌呢 想了想 他只拿了一包 不是他空门 他上辈子听爷爷和外公说过 中华牌卷烟 在这个年代是特供商品 主要是提供给外宾华侨和海员的 可难买了 一包送给爷爷家的男人们 足够撑场面了 另外 他又从别墅里 拿了一袋枣泥糕 一袋红糖芝麻麻花 一袋子红枣 全部装在大牛皮纸袋里 这样子应该够了吧 陆熙成自言自语 他上辈子除了同龄人之间互赠礼物 去长辈家里做客的礼 都是别人准备好的 他从来没有操心过 换了一个时空 送礼的标准 他就更不清楚了 打开门出去 正好遇到林元回来 你总算是醒了 我叫了你好几次 咱们知青点的开会 你都没去 林元说道 开会 什么开会 就是老知青和我们说 接下去的安排 本来我们来的第二天 不用上工的 但现在能忙 明天不放假 我们明天要六点起来上工去 对了 我们女知青 还要负责做饭洗碗 我和你一般 林元寄起扎扎 我还缺个暖水壶 本来还想要明天去买的 这下去不成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空 对了 咱们还要做几个柜子吧 屋子里空荡荡的 东西都没地放 对哦 陆熙成想起来了 脸盆暖水壶 他什么都没有啊 他有个空间无所谓 时间长了 人家会不会以为他 每天不洗澡 不洗脚 不洗屁屁 可是想到那沾着粪便 一趟要两个小时的罗车 陆熙成头又大了 罗车的速度和走路差不多 不管是走路还是坐车 他都不想啊 太痛苦了 诚诚 你咋了 你这个裙子真好看 你知道吗 你没去 那个沈安宁被那群男知青捧上天了 不就穿了条红裙子吗 把他牛的 林元以前也觉得红裙子好看 但看了陆熙成这一身 发现红裙子也没啥 诚诚这个黄色的才嫩呢 我也有红裙子的 你喜欢 我下次见你穿 摸自己的腰 再看看陆熙成的 你腰这么细 你的裙子我肯定穿不上 他也不胖啊 怎么腰和人家差这么多呢 脸圆也就算了 腰也圆吗 对了 你要去那个老直书家做客是吧 那我先不和你说了 我也要去睡会儿 累死了 林元冲他白白手 跑进了自己屋子 陆熙成失笑 这姑娘真可爱 拎着袋子走出知青院 陆熙成一拍脑袋 老直书家住哪啊 这时候基本所有的人都在地里 连孩子都去帮忙了 路上一个人都没有 整个大队安静奴鸡 像极乐小说中描写的那种 被洗劫杀戮过的村庄 陆熙成小心翼翼地走着 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他心里毛毛的 咯咯哒 谁家的老母鸡没关好 从院子里飞了出来 从陆熙成头顶过去 落了几根鸡毛 妈呀 陆熙成吓了一跳 不管认不认路 塞牙子往前跑 那鸡不知道咋回事 跟在他屁股后面追 咯咯咯咯咯 你是老母鸡不是公鸡 这么凶做啥 呜呜 不要啄我不要啄我 他这是什么命啊